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换到973页 我们要看下段 倒数第二行 好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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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剝落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們看大波羅波羅密多經見第465 第二分片寫品 第72-2 我們影印的版本經典頁數是973頁 我們看倒數第二行 善現諸菩薩摩佛薩由此因緣因學圓滿諸道相志 這個道相志這包括我們從五印皆空開始 然後到一切自治 也就是說如果以40歲的僻儀 你今天要得到博士的話 那你就有乖乖的從幼稚園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壽士 博士 你都要學習 你才有辦法有一天 拿到博士班的那個協位 意思一樣 我們今天想要發心成等症結 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要成等症結的時候 你就不能心量太狹小 跟那個佛菩薩要求 我只要專修一個其他的我都不要 那你不可能成等症結 因為成等症結就要騙邪一切法 你要心理準備喔 你如果沒有騙邪一切法 你根本無法成就一切自治的圓滿 所以善現諸菩薩摩佛薩由此因緣因學圓滿諸道相志 你看你要道相志 既邪圓滿道相志 道相志我們前面就解釋過了 因如此之一切友情義樂 然後我們今天在引導眾生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配合那個修學佛道眾生的那個義樂 因為有一些凡夫的眾生 他有時候要這個 有時候不要這個 有時候不要這個 有時候要這個 那剛開始接應的時候都配合他的興趣 等到他的興趣被栽培穩定也滿 我們就要告訴他 成等症結還有後面的路還要一直 一直增上成長 所以呢 因為你為什麼要一直成長呢 因為你要因如死之一切友情義樂 隨敏種種差別 因為你如果懂得越少 你不知道你隨敏的喜氣 為什麼我們佛法都用隨敏兩個字來形容 因為敏大家一定都是知道 都是在睡眠睡覺當中 睡眠睡覺當中 那個喜氣是最微弱微小的 一般我們凡夫大部分都只是 很容易有情緒作用都是比較粗糙的 所以我們會高興會生氣 可是這個隨敏 為什麼他的那個喜氣的煩惱 他像那個你 又想睡覺又不再睡覺的那種 那種微弱的喜氣 隨敏的 所以隨敏種種差別 如因微作利益安樂 所以你要去轉化 你轉化我們的那個隨敏的喜氣 你才有辦法幫助你 在追身邪道裡面才有辦法更上一層樓 也就是說大家讀了大波羅經以後 慢慢要改過來 也就是說你讀了大波羅經這種課程 它是正念正見的課程 它就是希望你在讀了這個大波羅經以後 你這個修行要發現自己直走的缺點 只要你直走缺點願意放得快 放得點線面都能夠把它放下以後 你的成等正解的機會才有 大家已經轉過來 世間它是要分數越高越高 我們才叫成就 我們佛法是 直走直走越改善掉越拿掉 我們才有辦法成等正解 它是不一樣的教育 不一樣的教育 所以我們讀了大波羅經以後 你二六十中都要去發現 自己只有編的分數到底比例多少 不願意放下你的直走 所以在佛法裡面的成就是 你願意越放下直走 放下名利心放下一切的 你的成等正解就越接近 越接近成等正解 我們佛法的教育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佛法教育跟世間的教育 是不一樣的 世間的教育是追求越多 成績越高 我們叫成 那個叫做成就者 我們佛法不是 我們佛法要放下 那個身段的直走 所以我們要放掉我慢 你看我們大部分 讀經教以後都知道 我們要放掉貪力概 要放掉成慰概 要放掉疑之概 疑概掉局 那個慢 我們要放掉這個 你才有成等正解的機會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以後 應該常常檢查自己的那個 執著的切點盲點 我比較會有嫉妒心 我比較會有散漫心 散亂心 我比較會有我們那個 天天論師所講的 小學煩惱的習氣 中學煩惱的習氣 大學煩惱的習氣 你都要拿掉 都要拿掉了 然後你拿掉以後你才有辦法 可是拿掉都要境界來考試才知道 沒有境界來考試 我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拿掉成功 我們因為沒有境界激怒你 沒有境界跟你挑撥離間 沒有境界跟你兩舌 沒有境界跟你那個鬥爭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修得好 或者修不好 聽得懂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證明 釋迦牟尼弗他修得好 因為他成等症節在這一生還發生九個災難 而且災難都比我們現在還嚴重 他一樣擄擄不動 如果像我們發生了一個災難裡面 我們光災發生了一個小小的災難 我們可能就已經斷節來往了 不願意跟他打招呼 我們可能都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就表示你的執著還很嚴重 聽得懂 你如果主動捨棄一切眾生 其實你已經 如果以界力來講 你已經放菩薩界 菩薩界是我們的修行佛道 不能主動跟所有的 你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 主動跟他起 那個三獨五蓋習氣的 乃至中學煩惱小學煩惱的那種 計較的心態你都不行 因為你要想你有發現承冷症結 剛好借用那個機緣來幫你承冷症結 結果你捨掉 聽懂你捨掉 選擇逃避 選擇逃避 所以你拿 既然選擇逃避 當然往後的這一生你還是苦惱一生 你不可能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內在裡面有一個 自己已經 有道無道自己也知道 有缺點沒缺點也會 自己也會知道 我自己看開看不開 我自己也會知道 你一定會知道 所以你會一直寡愛放在心上 以後你這一生不敢面對 你就來生的當中 再投生到不同的家庭 或者投生到不同的那個畜生道 惡鬼道 人道裡面 你才變成另外一種的 可是 下一次的因緣還是會發生 因為你沒有通過 你沒有通過你的執著的關卡 所以你還是會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眼前發生的 那個逆境順境的 我告訴你 你們一定都要學習 我們本師釋迦摩尼佛的心態 因為他剛好幫你承冷症結的機會 不然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我會承 要什麼辦法給自己成就 因為以前我們都認為 成就是要努力用功做功課 我就會成就 現在我們讀波羅波羅密都是 要努力放下執著我才會成就 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學佛的觀念說 我要努力做功課 成績越高 我的功課越高的話 我叫做成就 無上正等普體圓滿 不是 我們讀的波羅法二才知道 你要從五運觀照 從十二路十八界 種種觀照以後 然後你才有辦法 看到你的念頭 有沒有在執著嚴重不嚴重 所以你看 如實之 地域有情義樂 你還要知道 為什麼到地域的人 他到底是什麼狗暴跑到地域去 地域當中的水敏 地域裡面的因果 為什麼他會去 就是你要了知 知與方便 知障比道 如果我們知道以後 我當然盡量不要噴 不要噴那個地域的水敏 不要噴那個 地域眾生的有情義樂 我不要噴 因為我越噴的話 我今天我以後 將來自己跑到地域的火爆去 所以知與方便 遮障不要 你要遮障 遮止你自己不要再 因為那種地域的障礙 你盡量不要去噴他 不要去噴他 再來 以如時之旁生有情義樂 我們也知道 你作為一個旁生畜生道 這些雞 鴨 豬 牛 馬等等的 蛇 生肖這些的這個畜生道 他的水敏 他的因果 你要理解他的因果 知與方便遮障比道 你也不要去噴 那個畜生道旁生的 那個因緣果爆 再來 以如時之鬼界有情義樂 再來 再來惡鬼道 如果你們在這個 第一道 旁生 惡鬼道 比較沒有辦法清楚 其實 我們愣眼睛後面的劍九 他寫的比較清楚 這個第一道的情況 做參考 第一道的情況 惡鬼道的情況 那個旁生道的情況 然後呢 那個鬼界的裡面的 隨敏幾筆 因果 知與方便 遮障比道 遮障就是你要 停 不要去噴 第一 惡鬼 畜生你盡量不要噴 你一噴的話 以後 脫胎到那個地方 你就不要再罵人家了 都是你讓我 害我去 那個喪惡道 不是 是你的直走 看不開放不下 你自己 勇往直前 很勇敢的 勇往直前跑去的 這個勇往直前是什麼 無敏兩個字 糊裡糊塗的 就是無敏兩個字去的 下面也是一樣 然後呢 依如此之 朱隆 藥叉 歐修羅等 就是歐修羅 他們這些義勒的果報 我們也不要去噴 隨敏幾筆 因果之以方便 遮障比道 為什麼佛陀告訴我們 要知道以後方便遮障 遮障就是遮子 不要去喔 佛陀已經跟你警示 盡量不要噴那些三二道 也不要好奇 要去知道他們的因緣果報 你不用去好奇那些 依如此之 好我們 三二道講完了 我們講人道天道 那你看我們 我們今天已經跑到人道來了 我們也不能 再去逃避 我們要面對它 依如此之 人即義 天義樂 隨敏幾筆因果之以方便遮障 遮障比道 那我們現在 從人道裡面 我們有因緣 讀了大波洛心以後 我們要想辦法 下一次真的 不要開玩笑 要來人道玩 來人道做細論的事情 不要再碰了 你看喔 這裡都佛陀欠我們 知道以 知以方便遮障比道 你看 我不知道你們將來有沒有勇氣 決定不再來了 師父我是不想來 可是我的業力習氣會偷偷來 為什麼 因為這一身邪佛那個 只有的習氣沒有改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知道 不來不來 不來都來 可是偏偏還是來 不來要不來的條件 你要幫你 聽得懂 你要幫你以後 我不來人道投胎 聽得懂 人道不管我富貴的人家 我也不想投胎 那個窮的人家 我也不想投胎 中庸的那個家庭 我也不想投胎 可是你不想投胎 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不來人道 不來天道 我怎麼教化自己 不要再來人道天道投胎 的那個因緣條件 你要自己幫助你自己 佛陀是把經驗談得過來 告訴我們 但是佛陀已經告訴我們以後 你自己想不來 你要自己幫忙你自己 幫忙你自己 你看喔 知也方便遮障比道 就是人跟異天的 你看喔 包括我們下面講禪定的 依如死之幻仲天 反而叫做幻仲天 社界以上的 都是禪定以上的 我們也不要來 乃至社究竟天 那個禪定都很高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那些社究竟天 那些社究竟天 隨免幾比英國 知以方便遮障比道 你也不要來 你看喔 你禪定也不要噴 所以我告訴最後 為什麼我釋迦牟尼佛 他洪華的時候 他不洪華禪定的 你要記住喔 這個是我慢慢多年來的 那個累積轉合 佛陀從來沒有 從頭到尾把那個 我們現在禪定的書 都是後來的經驗 用功修行寫下來的 比如說我們天台中的 這個禪定的那個 都是我們天台祖師寫 不是佛講的 這是天台祖師喔 他們這集 在用功修行的那個心得報告 把它成為一個教科書 的禪定教科書喔 都不是佛講的喔 你要記住喔 好 再來 之以方便之障比道 依如時之 好 前面是講那個禪定的 最高的社就今天 現在我們講那個 四空定 然後依如時之啊 空無邊處天 乃至非想非非想 處天義樂 包括這個四空定的 這些狗暴我也不噴 隨免及因果之以方便之障比道 你要想辦法 不要再去噴 所以啊 我們如果沒有天經文法 佛陀雖然勸我們不噴喔 可是我們沒有天經文法 我根本不知道 為什麼不噴的原因 我們也糊裡糊塗啊 我們也隨意的流轉啊 管它 隨意的流轉就是說 我無明 我雖然這一身邪佛 不管我學程度好不好 我還是隨意的流轉 因為我的 我的那個 那個這一身邪佛 我根本沒有讀 波羅波羅密多金的時候 我的執著也還一大堆 你不要我們 不要以為說我們 世眾弟子邪佛的人 都沒執著呢 我們可能執著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好 那佛陀都欠我們 隨免及比因果之以方便 遮障比道 所以你們常常要記住 知以方便遮障比道 真的不要噴 你不要細論說 我好勇敢喔 你好勇敢 一道二軌道 我看你生生世世 你要翻轉就很辛苦 尤其我們 我們讀那個嫩眼鏡後面 你一個二軌道出生道 要翻轉一個生離 不知道經過幾百世 幾百世才有辦法翻轉為人道的眾生 所以佛陀為什麼跟我們講 這個人道的眾生很可貴 在文母結經不是講一個例子嗎 佛陀在用手抓這個地上的土 然後跟智慧第一的設例子講屁 你看被我從左上抓的這個土 你看 才在我的眼前被我抓住這些土而已 其他的地方的土一大堆 你看被我抓的那個土 你看是不是稀有難得 很稀有難得 他說我們人道眾生的果爸也是一樣 你現在做為人道 你現在是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以後 你今天才知道 哇 我變成人道那個 太太 稀奇珍貴了 你要記住 你不是想來人道就來人道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來人道以後不好好當人 又跑到 下一次又去當畜生 又當鬼了 又當地獄了 又跑去了 為什麼到人道 那個人道的那個那個 七八十年裡面又重新造業 造什麼業 造那個畜生道的業 造惡鬼道的業 所以你來是哪有辦法又帶人道 都沒有 所以佛陀都欠我們 如果可以噴盡量不要噴 不要噴 所以叫做遮障筆道 永遠記住 連這些外道的眾生很喜歡的 四禪定 四空定的果報 我們也不要噴 所以知以方便這張禮道 好 下面 我們現在修那個四念柱八聖道 你看我們現在要修這個 你看 一如十之四念柱乃至八聖道之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三解脫門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四禁律是無量是無色定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八解脫八聖處 九次地定 十片處即比因果一如十之苦即滅道 聖地即比因果一如十之不失波羅密多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即比因果 一如十之內空乃至無性至性空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真如乃至不失意界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靜觀地乃至如乃地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之 即許地法乃至法淫地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一切土羅尼門三摩 一切三摩地門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五眼六神通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如來實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無妄施法恆住舍性 即比因果一如十之 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 即比因果善現諸菩薩摩薩 即如十之生文等道即因果一 隨其所應安利友情 以三聖道令其修學各得究竟 那佛頭前面已經告訴我們 那些果報不噴的盡量不要噴 那我們現在要噴什麼 噴我們開始從佛頭剛才所講的 從四念柱你看喔 從三十七道柄開始用功 所以一如十之四念柱乃至八聖道之 即比因果道我們這一切自治 道相之隨其所應安利友情三聖道 你看這個才是我們要用功的那個階段 要用功的階段 你才有辦法叫做如十意的解脫 下面善現諸菩薩摩薩因其如是諸道相之 道相之就是我們剛才前面練過 從三十七道柄是念柱道一切自治 這些都叫道相之 道相之 若菩薩摩薩能學如是諸道相之 以諸友情種種藉性 我們善了前面所講的道相之的這個課程 那我們善知道自己 因為我今天觀察我觀的這個 我也是友情之一 別的友情要用功辦到 他也是友情之一 所以以諸友情種種藉性 義樂隨敏皆能誤怒 不管他的藉性他的個性他的 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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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線種種 乃至他的耗耀心 義樂一定是耗耀心 我喜歡的那個興趣 還有呢我們那個 看不到的那個習氣的那個隨敏 我都能夠理解 所以皆能誤怒 既誤怒以隨其手遺為收正法 如果我們誤怒以後 我們幫助對方成長 但是幫助對方成長 其實也是等於幫助自己成長 然後 皆令獲得手求聖果終不堂見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自己跟對方 然後得到手求聖果終不堂見 所以摺合是菩薩摩佛薩 善達友情諸根聖蕾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今天逢我立生出來 你要了解對方的那個根基聖蕾 如死結了一切友情往來 使生心所差別 我們也了解這個眾生 為什麼好好的學會一段時間到後來 為什麼會起三毒五蓋的習氣 或者五化的 然後會起嫉妒心 兩舌的心 毀磅的心 為什麼都會起這些呢 好 故所說法終不堂見 善現諸菩薩摩薩因行 如是諸道菠蘿菠蘿蜜多 每一個 每一個用功修行的條路 都有菠蘿菠蘿蜜多 所以你看我們 我們今天行六度 為什麼你持不思境界安人 你如果沒有後面菠蘿菠蘿蜜多 你不能用 你前面的那個不思境界得到彼岸 你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我們一般凡屋的 現在的這個所謂 辦了這個救濟道場的這個團體 他要走上解脫這一條路 其實不容易 因為根本沒有人去跟他講解 菠蘿菠蘿蜜多的提升 沒有這回事 我們只能種下仁天的福德因言而已 福德因言 所以 因行如是諸道菠蘿蜜多 所以則和一切身分獨解菩薩 首因學道菩提分法 就三十七菩提分法 無不赦在聖聖菠蘿菠蘿 所以你要 你從佛頭講的這句話就告訴我們 我們雖然學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裡面 就含聖聖菠蘿菠蘿蜜多 就含菠蘿菠蘿多 一切身文獨解菩薩 以此中學接得究竟 所以假如你都願意走上 三十七道品這一條路來用功的話 你不管是身文獨解菩薩 你在三十七道品的架構的栽培 你絕對會成就 所以所以你又知道 三十七道品是什麼 三十七道品不是功法喔 不是叫你一天練三十七道品 練那些名相練一千遍一萬遍喔 它不是喔 它是節知力節照力的功課 三十七道品 它沒有功法的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觀修試念處 只是叫你觀 尤其觀試念處 假如你按照一切實地論的 那個五種論詩的作品來觀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破我執我限 為什麼我們要用 深念處深受心法 其實都是為了破我執 才用深受心法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只是觀那個現象 觀照那個現象的變異現象 了不可得 你為什麼還要在 了不可得裡面 起高興不高興 起歡喜不歡喜呢 因為你起高興不高興 就表示都已經指有邊 指一個逆境的有邊 順境的有邊 你就是用觀 觀說你為什麼會只有 那個逆境的有邊 跟順境的有邊的指走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只是觀 三十一道平都不是 你每天跟我練三十一道平 這幾個字練一千遍一萬遍 沒有 活頭從來沒有這樣 沒有再跟我們搞那個數字遊戲 沒有的 那現在我們用功修行的時候 我們都要花一段好長的時間 用數字遊戲 數字遊戲弄了三四十年 你不可能解脫了 解脫的 所以你一定要回頭過來 要想成等正結三十七道平真的夠用了 其實真的夠用 可是我們啊 像你叫三十七道平的教育 在我們後期佛法的弘法 不要說我們漢傳喔 連藏傳藍傳啊 都已經很忽略了 忽略的原因從我們的印度的布派佛教 就已經忽略了 不是現在才忽略喔 才忽略 所以我們今天要承認 為什麼我們常常 把佛陀的弘法立身這一條路的 構成我們把它分正法時期 九十九十的樣式 有些人相似八十分的樣式 你像我們佛法傳到現在 我們也叫相似佛法 相似佛法 相似佛法 我們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相似 所以我們為什麼跟很多人交流佛法 每一個眾生寫一個佛法就 就算你寫佛法 你馬上寫佛法也馬上找佑編 那找佑編是上法的佑編 所以叫相似佛法 所以你沒辦法解脫 沒辦法解脫的 你看不清自己的那個執著的盲點 你都看不到 所以之外你今天想要解脫 你要有勇氣 什麼勇氣 要有勇氣一直放下自己的執著 發現自己的執著馬上就要放掉 放掉什麼 叛逆蓋 稱謂蓋 遺失蓋 吊毀蓋 吊毀蓋 乃至吳敏漫 不要拿掉 你今天才有 首說的成本聖結的機會 所以現在的人雖然很用功 但是越用功他的職有越嚴重 你要知道他的職有是越嚴重 本來越用功照道理 你跟他相處跟所有的修行人 不管世中弟子共住在一起 你應該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的 那個妄念習氣越來越減少才對 這個才叫做進步 因為我們佛法的進步 不是分數越高價進步 我們越來越沒有分數的人才叫進步 懂喔 我們佛法是跟世間法的成就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知道從我了解佛法到我慢慢 了解經歷當中在全世界裡面 懂得那個宇宙真理的那個佛法只有一個人 釋迦牟利我不用說啦 只有過去那個福音們親近的 克里辛拉木鐵 他從小學讀書每一課都靈魂 他的老師跟他的那個爸爸媽媽問他 你為什麼都是靈魂 他說有分數就有鬥爭 就有比較 就有高興不高興 他說不行的 我們來到人道教會不能再搞這些 除了佛陀當年在世的話 我們靜代裡面能夠遇到的特寫上的目的而已 他的分數 考試全部都零分 他說有分數就有鬥爭 就有慢興 就有三獨五代的習氣就出來了 我們就很難 他說我們修行就要修沒有三獨五代習氣才對 這才叫修行 哪有在修行在修那個所謂名氣越來越大 哪有修行這個時候 你比較會講經說法名氣越來越大 我們不是在修這個的 聽得懂 不是在修這個 我說看到他能夠在靜代 所以被化稱為靜代的迷勒符上 或者龍術論詩 龍術論詩 所以我們今天寫佛法 你要遇到真的用功修行者 什麼叫做用功的修行者 願意放下執著的那個修行人 那個才叫真正的修行者 不是越做功課的 整天讀經教越厲害的人 記憶厲害那個叫修行者 不是 因為我們修行者是要放掉我慢 我直 所以我們的教理一直告訴我們 你今天要正出國斷三節 你要不要 要的話你要心理準備 斷三節 三劍節 儀劍節 戒經其節 天台東的教理那個出國要斷五個劍後 也就是你的觀念都要改掉 改到跟菠蘿菠蘿蜜多的五我劍相配合 你今天才有出國 你看我們的出國不是用分數 國文要一百分 數學要一百分 我們以後全部都一百分我們才叫出國國文 沒有 我們要越放下直走 越放下你的身見的概念 你才叫做有國文 我們佛法的教義是這樣子 你要懂我們菠蘿菠蘿蜜多的教義也是一樣 你看下一段 耳食記中善現百佛言是真 若一切種菠蘿菠蘿乃至菠蘿 如是一切 非核非善 你看喔 我今天用三十七道栽培 但是我這個用功修行人 用三十七道平來栽培以後 我要做到什麼 非核非善 叫做核的因緣跟善的因緣 二邊不能直走 叫做非核非善 聽得懂嗎 因為核是直有 善是直無 是不是有跟五 所以你遇到了一個有跟五 所以假如你今天邪火 一輩子都停留做慈善事業 有啦 你以後是富貴人家的地位來投胎 真的是這個 但是你的煩惱還是在 你的三獨五蓋還是在 你在講說你是世間的什麼夫人 什麼先生 什麼很會賺錢什麼什麼 可是你還是在三獨五蓋 聽得懂嗎 所以你不要羨慕 那些很會做股票的人 那些很會賺錢的人 他們是 他們的三獨五蓋是第一名 就是貪一蓋是第一名 所以他賺了很多 他在第一名 所以你不要羨慕 你羨慕他有錢 就表示說你羨慕他貪一蓋 你羨慕他是世間的那個總統國王的地位 你一定會有稱惠蓋 因為哪有一個國王皇帝不發脾氣的 可以做皇帝 都是稱惠蓋 稱惠蓋才會產生戰爭 聽得懂嗎 才會有戰亂 你沒有稱惠蓋 你怎麼會故意去老人家呢 就是因為稱惠蓋 奏稅 所以你不要得少為主 只是得得那個人天的福報就高興的不得了 我們每天做慈善事業幫人家 我們就很了不起 那是我直我見 聽得懂嗎 你增長 人家佛陀是告訴你 你幫人家可以 但是你要幫的當中 要三輪體空 五輪體空 請問你做得到嗎 很難 我們講說 布施度要做到三輪體空 我們來實驗看一看 幾乎都實驗不成功的 幾乎成功 所以我們才說我們布施度在這個年代很難成功 以前的人怎麼比較會成就 不一樣的姻緣 以下大家聽聽看就好 因為以前的布施 這些有錢的園外夫人 他們是拿他們自己家的錢財 來去行布施 哪些煮米湯哪些救濟窮人 拿自己的錢 我們現在的布施團體 包括不管什麼會 一大堆的會 都是拿別人的錢來布施 那個哪有辦法做到三輪體空的境界 不痛不癢 聽得懂不痛不癢 我們是拿別人的錢 來幫助你的布施度怎麼成就 不可能成就 不可能做到三輪體空 那信帶會不同 你要知道你只是經過所邊的管理者 那你根本不是你願意要去做布施 你是做一個某國會的那個管理的制度的那個操縱者而已 那你的布施波羅密多哪裡會成就 不痛不癢 那個都是別人的錢 也不是我的錢 我只是在這個地方上班而已 聽得懂 一樣 所以很多人說 那個布施波羅密多成就 我說只有他們 那些的團體的人自己 心裡有數而已 那個跟布施波羅密多差得太遠了 光不要說波羅密多 光以前古代這些有錢的員外 拿自己的錢財的謎 從倉庫搬出 然後他自己親口拿給這些窮人 那個才叫做布施波羅密多有機會圓滿 聽得懂 因為我是真的拿自己家裡的錢 那不同不一樣 所以說你要六度圓滿 他說因為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布施度 他的用意是幹嘛 是借用布施來越過你的千貪心 大家你要記住這句話 我請問 當你拿別人的錢你會 會越過千貪嗎 根本不可能 哪有可能的 是拿自己的錢 你以前努力用功賺來的錢 我把我的錢拿那個才有辦法破除千貪心 你拿別人的錢是不可能的 是很難做到的 但是一定要理解喔 如是一切 你看喔 我們做 從你開始用功到成等正結 你要記住喔 一切非和非善 你看二邊不早 和的言起來了不只走 善的因緣來了不只走 然後色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無相就是清淨平等相 就是不找一切相 才可以叫無相兩個字 銀河如是菩提風法能取菩提呢 那我們一直都追問 為什麼菩提風法能夠讓我們成等正結 所以三十七道平為什麼可以讓你成等正結 就是銀河如是菩提風法能取菩提 世尊 因為你這個修行人要自己做到 下面的那個功夫的理念 做到什麼呢 世尊一切非和非善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法 這個叫做不找一切的法 也就是說我最用布施 我最用境界 我最用安忍的法來 栽培我這個修行人 不找一切的法相 所謂無相法 非以以法有取有捨 這個畫起來 絕對不能在其他的法 還要有取有捨 還要取根捨 我要得到然後我再放下 聽得懂 你不能再這樣子喔 聽得懂 所以你說現在的那個布施的團體 為什麼無法做到布施波羅密度 是不可能啦 因為你都拿別人的錢財 又不是你的錢財 你怎麼會心疼呢 聽得懂 因為你只是照那個世間的那個 布施的制度去走而已啊 聽得懂 你只是這樣子 因為你是被人家請去上班 或者僅是做紀錄 做會計師去紀錄那個 那個款項而已啊 你怎麼會有更上一層樓 而去了解布施裡面 而得到波羅密 而得到月度比案 那不可能啊 所以我常常去問有些人 傲慢不懂法語 我都知道 我們的布施團體做了很多 我說你的布施團體做了什麼 承認你布施團體有沒有這些人 你都把錢貪心改掉 我問他 追問他這一句話 我說我們布施是要夜度錢貪心 我問你 你既然很信要你這個某個團體如何 我問你 包括你現在問我這個人 請問你當下那個錢貪心有沒有 習氣有沒有改掉 我被 我把他問他弄住了 蛤 我們布施還要牽涉到錢貪心喔 是啊 你布施就是要捨掉錢貪心 你才有布施啊 你現在拿別人的錢那個錢貪心會 會不會發揍嗎 你照樣發揍啊 只是你不知道 又說你無知無明啊 聽得懂嗎 所以大家你要記住喔 我躲一陣看 所謂無相法 非以以法有取有捨 不管對任何一個法裡面 無相就是取根舌我都不能執走 這個才叫無相法 譬如虛空 以一切法無取無捨 如果你看我們虛空可以有取有捨嗎 沒有啊 虛空法好如是啊 你丟東西上去虛空也不會把你那個東西給連住啊 既然沒有連住就沒有所謂捨可言啦 因為有連住我才在學習放下 聽得懂 假如我沒有那個有所得的執走 我還學習放下幹嘛 就不用學習放下啊 聽得懂啊 所以你們如果栽別你喔 達到那個清淨平等的心喔 你那個其跟舌喔 根本就不會發生執走 因為都當下清淨平等心了 怎麼會有取跟舌呢 所以非以以法有取有舌 如何可言誓念著等菩提風法能取菩提呢 意思是說我們啊 藉用三十七道品的用功喔 其實坦白來也是要告訴你見識 從三十七道品的教育裡面啊 栽別你無取無捨 反過來我們今天的行著作物 也是在栽別你無取無捨 聽得懂喔 你今天有陰眼看電視新聞 也是訓練無取無捨 你要記住喔 你在看只是看言己的便意喔 在看言己的便意你不要說 那個我喜歡那個不喜歡 那個就有取有捨的 聽得懂啊 那個水準好 那個水平好 那個這個就有取有捨的持守 你都不行喔 我告三千 如是如是如如所說啊 以一切法自信皆空無取無捨 因為一切法原來都是清淨平等 空就是清淨平等的意思 本來就沒有取捨嘛 是因為我們凡乎此有故彼有的執著 此生故彼生的執著起來以後 我們今天那個取跟捨才出來 我們的高興不高興啊 你看 假如你那個桌子不放杯子 杯子就不會掉下來 舊聲會掉下來 因為有取有捨 聽得懂這一次嗎 假如你沒有杯子放在桌上 它永遠一輩子都不會掉 這叫無取無捨 我用這樣闢語大家聽得懂喔 當你有直有以後 你如果不了解法藝 你要花很多時間又把那個取捨修煉好了 當你無所住的話 請問取跟捨會發生到 不只取一切法的修行人的身上嗎 不會啊 聽得懂 因為我根本無所得無所住 那個取跟捨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不住一切法 就根本就當下就無取無捨 大家要了解佛陀講的那個美角喔 那個重點喔 聽得懂 你不要一直抓很多有所得 我們再來訓練那個取跟捨 真的滿無聊的 聽得懂嗎 無取無死的當下讓你親近平等 你還要抓一個有 然後我再來學取放下 你不是多指一指嗎 那個佛陀在基督裡面 那個是愚痴之人耶 聽得懂 因為佛陀我跟你報告 我就是要訓練我有沒有 那個有所得心 但是我現在要 有很多很多的有 我才訓練 我知道我有沒有放下 佛陀說假如你什麼都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就放下就好了 你不要再多指一指 還有有一大堆 我們再來訓練放下 那不是累死的嗎 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佛陀法 假如你了解菠洛伏陀 你盡量安住持五顧比五 持魅不顧敏魅的境界 聽得懂嗎 今天我們今天有三毒五蓋 就是因為只有的習氣還在 我們有三毒五蓋習 我們本來學佛就是要把三毒五蓋習改掉 那你何必還要持有故 比如我多持一己 聽得懂 多持一己 來要某種因緣來自我訓練 我到底有沒有用功成就 聽得懂嗎 假如你不早的話 你當然不早 當下都清淨平等了 你還要用那個有合法的功夫 來磨練你說我到底是不是修行人 聽得懂嗎 這一次嗎 不過佛法佛陀講菠洛伏陀 你能不能接受 這個是很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身既然 那個有所得有所住我 已經累積一千年一萬年了 聽得懂嗎 要叫你放下你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當我們只有有很多的話 我們放下那個放下還是只有 你要懂 我們都要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執著 那才有辦法恢復清淨平等 你有了再來訓練放下那個有 那個都還不叫功夫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都還不叫功夫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佛靠善謙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以切法自信皆空無取無捨 本來他人家就清淨平等 持有顧比有的境界 你偏偏要讓他持有顧比有來起煩惱 男諸友情沒辦法 你看佛陀已經替我們說話 跟善憲想 不過這裡悠情不能解了 你看喔 男諸友情以一切自信空欲不能解了 那就沒辦法 我們還要多持一己 寫某一個法來放下 我們才叫做我真的放下 我說你當下清淨平等 不是連那個學習放下的念頭 都不存在 那不是真的叫放下嗎 聽得懂 你要記住喔 你看 男諸友情以切法 自信空欲不能解了 就是不了解 沒辦法 唯一筆故 佛陀為了幫助他們 好嗎 我們重新教育 方便先說 菩提風法能取菩提 我們不得不啊 所以你要記住 我講世間一個屁 因為我讀了波羅法會 我才知道 佛法的真諦 我們以前剛出學的時候 不理解 所以我以前剛出學的時候 我為了沒有忘戀 我拼拼拜佛 拼拼打坐 拼拼練佛 拼拼持咒語 要把那個妄練が 忘れ把它 拔敗掉 聽得懂 你看我們現在讀 巴羅火常都回想過 那個是不是多此一集 結果我們當然是 環繞沒有 ira 增長環繞 沒有把原來的御 victim 改掉 結果我又發明新的 去把它 希望改掉 可是一輩子沒改掉 你要記住 你看我們不是那個愚痴 有夠愚痴有夠愚痴 聽著 主委你要記住 有人一定會問佛陀問法師 那以後我們要怎麼辦 我告訴你 以後你只要主動 不要持有故彼有的習氣產生 讓有所得有所住的念頭起來 那當下你就是無修者 無修無正 你就是這樣的修行者 那你要不要接受 因為佛陀已經跟你講 本來如是的法偶親近 那你為什麼還要多持一己 用一個功法來對一隻功法 把他鬥倒以後我才叫做成就者 聽得懂 我馬上安住持有故彼有 我不是馬上就親近心嗎 也就是說我為什麼有妄念 假如我對妄念不執著的話 妄念廣他 他要來就來 他要去就去 我不住你的妄念的有邊無邊 那我就不要再多持一己修一個 什麼功法把我的妄念趕走 因為根本沒有妄念 你要記住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妄念 但是我講這句話你們會不會愛他 有孔有父有畏有婢 那師父說我都沒有妄念 不過一打坐妄念一大堆 好像不是這樣子嘛 一定妄念還是一大堆啊 為什麼佛陀跟法師會講 我們沒有一個眾生有妄念 真的沒有妄念 可是我們所有的眾生每天都在妄念 妄想裡面混 請問你怎麼解釋 你看喔 這時候你就要跳脫 你原來的有 你一定要想辦法放掉 因為我們是被我們無名的 只有的習記已經鞏固的很堅固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那句話 你本來嘛 你看我們 我們都知道那個六祖還沒有出家 六祖出家以後 然後到了那個廣東的光校寺裡面 看到兩個和尚說那個旗子 到底是棋子動還是那個歡在動 聽得懂嗎 這位 六祖怎麼回答 是你們心動啊 我現在更了解 其實連心動都不是 聽得懂 無名的習氣在動 你的無名習氣在動 連心動都不可能 是你的無名習氣累積下來了 因為你把那個觀念看久了 你就只有嘛 只有就變成一個模式 一個自己給套住了 聽得懂嗎 那你如果了解 你把那個有見的有把它化解掉 哪有什麼在動 都是累積習氣 累積下來的那個早有的習氣太堅固 那個在動 今天六祖在的話我一定跟他討論討論 我們要討論你剛才講的 人家兩個沙咪都在吵架 那個是轟動 那個是旗子在動 你老人家說忍者心動 然後我就要跟你追問 那個心是怎麼造成的 我們的心的造成是無知無明造成的 無明 我都已經跟你講 無知無明造成的 不然我們的心又有分 那個惡心善心 非惡心非善心 你要讀惡事來講的話 你要讀心裡賢來講 你的心的那個起心動念很多 聽得懂 可是心的動念很多 那個都是姿茂的解釋的 可是重點是什麼 無知無明給你累積造成的 你那個心就是無知無明的心 聽得懂 無知無明的心 好 藍珠有情 我們已經告訴佛陀已經叮臨善現 我們友情都是這樣的習氣 以一切自信空義不能解了 你看一句話跟你點破 反過來主委你們如果有勇氣 了解什麼叫做自信空義 今天你怎麼會高興不高興 你怎麼會生氣不生氣 你怎麼會貪一概不貪一概 根本就不會發生 如果會發生的話 你要用什麼來破解 一切法自信空義 來破解你 聽得懂 為意比故方便先說 補體風法能起補體 所以不得不 因為你不了解 那我就交一個三十七套品的那個法 讓你去用功 以後讓你用三十七套品 三十七套品的功課 來放下你的執著 本來我們執著可以馬上放下 但是你心不甘情不悅 我的執著 這代表我的個性特性 我放下好可行 我很容易發脾氣 你叫我馬上把脾氣化掉 放掉 以前知道我很會脾氣不好的那個人 一定都說 奇怪你這個很怪怪 你的脾氣怎麼沒有 好像選不出我的那個人格 因為我發脾氣很嚴重 已經被人家註冊上標 聽得懂啊 結果一看這些不發脾氣 人家覺得怪怪的你怎麼 沒有脾氣發起來 以前都對你的肉體的身上產生常見 常見有見 你現在為什麼沒有 假如我們是活弟子 有聽進文法 因為我已經拿到自信公自相公 我要發脾氣幹嘛 我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嗎 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聽進文法那麼多年 一到一到境界來 都被自己的境界的指走給打敗 不是對方打敗你 你要記住不是對方 對你挑撥離間 或者講那個生業三種 或者口業四種 那個異業三種 不是 都是你的子群 後來我才知道 假如我們子群拿掉 真的沒有事情發生 人家讚嘆你也沒有發生 人家誹謗你也沒有發生過 聽得懂都沒有發生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教育你 教育你 好我們看下面佛陀 所以我不得不講三十七套品 你用三十七套品來用功 你一定可以整整整節 我不得不講這樣 要講這樣的話 本來我連這句話如果如實意懂 連這些我都不用講 聽得懂 因為你有所得 你希望佛陀跟你關懷一下 開一個有所的功課讓我做 佛陀說好啊 那我就開三十七套品給你做 本來是不需要 三十七套品也不需要做 但是你現在不做的話 凡乎的眾生會誤會 佛陀你三十七套品都不加 我坐在那邊用功修行幹嘛 你反而會 有恐有不 有畏有懼 會害怕 真的 好我們看下面 複製扇線 若所有色受想形式 你看喔 我們從我們的肉體的色受想形式 若眼處乃至異處 若色處乃至法處 若眼界乃至異界 若色界乃至法界 若眼視界乃至異視界 你看都包含在內喔 你看我們講這些喔 其實都在你的肉體發生 不可能離開你的肉體 所以我後來才慢慢體會那個 祖師大德講聖安者道龍 聖安者道龍 他的解釋很廣義喔 你不能只有狹義的解釋說 身體健康喔 道義就會成就 那個都是狹義的解釋 你要廣義的解釋 因為你看 佛陀鏈的這個色受想形式 遠處乃至色處 遠界乃至異界 請問哪一個可以離開肉體 我問你啊 若色界乃至法界 你看可以離開肉體嗎 若眼視界乃至異視界 若遠處乃至異處 若遠處 若遠處 為遠所生諸瘦 乃至異處 為遠所生諸瘦 請問可以離開肉體嗎 也不可以 你看都在你的肉體發生喔 這因緣相喔 好下面一樣四大 若地界乃至四界 就是六界 若因緣乃至真上炎 若無明乃至老實 若不思波羅密多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若內空乃至無性之性空 若真如乃至不思一界 若苦極道聖地 若是念柱乃至八聖道之 若是盡力是無量是無設定 若三解脫門 若八解脫門乃至十片處 若靜觀地乃至如來地 若即喜地乃至法原地 若一切托羅尼門三謀地門 若五眼六神通 若如來實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若三十二大四相八十隨號 若無妄思法橫住舍性 若一切至道相至一切相至 若一流果乃至獨解菩提 若一切菩薩摩煞行 若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若斷煩惱習氣相係 若一切自至如是等一切法 你看喔 現在我們剛才同五印皆空 到佛頭現在講到 這個無上正等菩提 若斷煩惱習氣相係 若一切自至如是等一切法 你看喔 是聖法拼愛也中 你要記住 非和非善 所以你不要指有邊 不要指無邊 也就是說指有邊指無邊 和跟善的那個訓練和跟善的 不在和跟善裡面的直走範圍 要從前面的五印的訓練 的發生因緣相到一切自至的發生因緣相 你看這些都不是公法 都不是公法 你也不用閉關 不用閉關的 都是在日常生活跟你的肉體有關係 你要節肢力 節少力就好了 你看喔 所以你要在剛才我們所練的 若一切自至如是等一切法 皆是聖法拼愛也中 你要幹嘛 聖法就是建法以上的聖法的那個法裡面 拼愛也中了 聖法拼愛就是前面我們讀過 從五印到後面的一切自至 這個都是聖法拼愛也的法 你要幹嘛 安住二邊不早 非和非善 旁邊只是因緣的發生 因緣發生你不要再主動要起主觀意見說 那個因緣裡面有是非對錯高低沒醜的直走 有好人跟壞人的直走 你不要有這個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無相就是所謂不早一切相 叫無相 你要記住喔 我們現在讀的都是善法 連對善法的修行的善法的 這個無漏法的法語你都不能直走 好 如來為意有情類 令生正解怒法實相 也就是說佛陀為了幫助我們剛才所講的五印皆空到一切之至 為了幫我們煩惱的眾生 然後呢 令生正解怒法實相 依世俗說不依聖義 所以沒辦法 我今天為什麼要講五印皆空 這個叫世俗說 不然不依世俗的五印皆空的那個法義才告訴我們 你不知道怎麼放下直走 你沒有辦法馬上進入中道第一地 聽得懂 沒有辦法 所以佛陀知道你們不能了解中道第一地 佛陀就要降下來 降下來讓你們重新 直走善法的用功 來栽陪你應無所助我升起心 什麼叫善法的用功呢 我開始教你五印皆空的那個竅門 我開始教你十二六十八皆空的竅門 假如你原來都了解 我根本不需要再跟你講楞元經 五印十二六十八皆空的竅門 我根本不用跟你講這些 但是你沒辦法 你不懂 不懂我要重新來了 你要懂這一句話 依世俗說不依聖義 這沒辦法 因為聖義是不著二邊 可是世俗也要有次第的教義 可是我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跟你講這些說法 就是依世俗說 依世俗說入聖義地 如果沒有依世俗說的話 你哪有辦法入聖義地 聽得懂這意思嗎 但是大家記住 不要把佛講的世俗的那個法 我們世俗包括什麼 前面已經讀過了 五印色俗眼瀉 眼俗為眼所生諸壽 乃至陰眼真上眼 乃至五明老死 乃至三十七道病 這些法 這些法都是叫做世俗 你看都要世俗 因為你不懂我不懂 不依這些世俗說來教育你 但聖義地裡面本來就不住一切法 所以沒有一法可說這叫聖義地 所以佛陀現在跟我們講這些說法 大家記住 依世俗說不依聖義 但是依世俗中的說法裡面你接受以後 比如說你接受五印皆空的世俗說 以五印皆空的世俗說 導歸於你進入聖義 聽得懂 如果你完全瞭解我就不要依世俗說了 我們就當下安安靜靜就好了 當下 當下叫做什麼 華爾如是 每一個法 你就當下給我華爾如是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不了解華爾如是 我們當然就要請大家多多聽經文法 因為你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們聽經文法 因為你要了解佛陀栽培成本正解這一條路的脈絡 你到底了解佛陀栽培一個成本正解的修行者 你現在所讀的那個程度到底是什麼程度 是現在還是幼稚園班的程度嗎 還是小學階段的程度嗎 還是中學階段的程度 你要理解 因為知己知彼才有辦法百戰百勝破自己的執著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的弘養佛法 為什麼越修執著越嚴重 因為他把它當作有為的功法在磨練在訓練 所以他要用那個法來達到那個清淨平等很困難 因為你看我以前像師父還不了解佛法的時候 我一樣到外面參學 可是我參學都沒有辦法去參學無印皆空的法 十二路十八皆空的法 我都在參學那個有為功法的功法 都在參學那個 參學那個功法 成就的人大部分號稱的成就大部分都傲慢心很嚴重 結果我說如果這樣子我還寫佛法幹嘛 我傲慢心還要跟你寫 我跑得那麼勞遠來跟你參學傲慢 我不用我在家裡就自己會傲慢 我不用到外面跟你參學傲慢 聽得懂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以前我都有參學過 唉唷 參學所有的那個所謂的叫做 號稱為用功的團體 都在增長三肚蓋的習氣而已 最後我的總結是這樣子 總結是這樣子 都在參學那個 不參學還好 一參學回來三肚蓋的習氣比原來更重 聽得懂 所以我才聽到有一個比丘 他到國外參學回來告訴我 我已經被人家印證試殘 為什麼我去脫脫沒有得到供養金 我現在跟你們講不是我編故事 就算我編故事這個故事也是真的 我聽到他這樣子以後不跟他見面 參學回來那麼傲慢 像你這個傲慢那麼重你會得試殘 那是誰知誰見的試殘 試殘 你要知道試殘的法意是什麼 試殘是苦樂不執著的人才有試殘 苦跟樂都不能執著 你怎麼還會去執著 那個所說的拖波沒有拖到錢 人家貢養你再發脾氣 你這怎麼叫做試殘 我說你以後真的死得很慘 還試殘 以後死得更慘 所以諸位你看我們很多人的法意不理解 都外面參學以後 結果參學回來比原來你參學還更嚴重 不是身體摔肉就是知見錯誤 都是這樣子的 好 翻過來 如是一切法應學至見 學至見 至見就是你腦筋要輕輕舉足的分辨動察力 如是諸法應可受用 如是諸法不應受用 你看你才可以分辨 什麼法我應該執著 你要懂得分辨清楚才對 你看佛陀在 如是諸法應可受用 如是諸法不應受用 你看你看佛陀多慈悲 叫我們分辨一下 然後祭受善現 祭拜佛言 諸菩薩摩侯薩 以何等法 邪至見矣如是通達 不應受用 以何等法 邪至見矣如是通達 應可受用 你看佛陀關心我們 你今天要用功 用功你要幫助你成就 成就以後你可以受用不受用 你要先認識清楚 你看下面佛陀怎麼回答 因為善現問佛陀 被你栽培那個菩薩摩煞 你達到菩薩摩煞 因可受用不受用怎麼區別 佛告善現 諸菩薩摩煞 以諸身文獨解地法 學至見矣 你看菩薩摩煞也是要學 身文法跟獨解法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讀到大學畢業 可是你也要乖乖給我讀 國小跟初中高中 你才有可能大學畢業 你哪有大學畢業 不讀那個國小六年 然後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過程 你哪裡可以這樣子 所以你要記住 諸菩薩摩煞 以諸身文獨解法 學至見矣 如實通達不應受用 也就是說我不要 我不要記啊 執著以前那個小學的課程 跟初中高中的課程 我的目的是大學畢業 意思說 以一切自治相應 諸法學至見矣 如實通達一切 總相應可受用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 我們必須了解 你今天學佛想幫助你成等症結 要幫助你成等症結 要幫助你成等症結的症結 你首先要讀大波漏經以後 知道這條路怎麼安排 你如果沒有讀大波漏經 我告訴你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像我自己學佛那麼久我知道 我們漢傳八大中派 為什麼成等症結的人沒有 中間有明星見性開悟的人有 可是要你要達到成等症結 就不容易 所以你不要以為把 那個法眼鏡見法開悟 就已經等於成等症結 那還沒有 那個如果在佛陀的教 那個見法開悟只是 修行佛法的那個 那個最基礎的程度 你要先做到而已 聽到 大家獨怨眼睛 關心菩薩爾跟言通 你今天要達到那個最後的高果位 你是不是第一個你先跟我做到 哪一個第一個跟我做到 怒履亡所先跟我做到 你例如怒履亡所沒有跟我做到 你就在談中間後面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哪有可能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記住 所以很多人說 師傅我好像達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我說你第一個怒履亡所 你有沒有跟我做到 怒履亡所做到 你才有跟我 講後面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的事情 聽得懂 然後再來我們講那個 解鎖協空的事情 你才要講那個高層處 意思是說你今天 要讀大學你乖乖跟我先弄到小學畢業再說 那個證書以後才證明 以後你有資格讀大學 讀初中高中 你那個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得到 你還跟我講 我已經可以修高中的課程 你馬上被那個高中學校給你踢出來 我告訴你 聽得懂 對不對 我們今天我們修學佛法 在教育的當中還是按部就班 但是你可以在按部就班裡面 馬上放下指走 記住喔 你可以學五印 但是我在短的當中 把五印解空馬上看到馬上做到 你可以學十二路 但是我用十二路馬上把它十二路解空 十八字解空 六大解空都一樣的道理 但是你要做啊 你不能光喊口號啊 要做就要看境界來考試 境界來考試 你有沒有在修學佛法裡面 主動放棄一切眾生 放棄一切的善知識 一切的師長 你有沒有主動放棄 你為什麼有放棄你都是只有邊的環露眾生 都是這樣子而已啊 因為你逗入了分別心啊 所以如實通達 所以大家在修行佛法裡面 一定要常常記住喔 善現諸菩薩摩薩 以此聖法拼乃也中 因如數學 要好好的學習喔 然後下面我來問 記住善現繼續問 記住善現腹敗佛遠世尊啊 你前面說聖法拼乃也要做 什麼叫聖法拼乃也啊 聽得懂 所以以後你們喔 問師父的話要一直追問 才知道你真的有用功 假如說 你有沒有問題 師父我現在沒有問題 你沒有問題是完全懂得沒有問題 還是 還是不懂得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你講課在講什麼 我連念個課我都不懂 所以我是不懂的不懂的問題 大家記住喔 記住善現腹敗佛遠世尊 所說聖法拼乃也 你看人家善現馬上替我們追悟 因為佛陀講啊 跟善現回答 你要聖法拼乃也你要通達 我們什麼叫做聖法拼乃也 然後 所說聖法拼乃也 聖法拼乃也者啊 何謂聖法拼乃也呢 佛告善現 若諸身文若諸獨解 若諸菩薩若諸如來 要記住這一句話喔 我們不管你今天用功 你的程度低還是高 用什麼來判斷 用貪嗔痴來判斷 不是用你打坐幾個小時來判斷 你有沒有成就 你看喔 所以才說 你不管在聖文的階段 若諸獨解的跌跌 若諸菩薩 若諸如來的階段 你每一個階段都要考核 你跟三獨是非和非善 還是和和 跟善都有 這個畫起來 所以大家一定要喔 往波羅波羅密多這條路走 一定要注意三獨五蓋的喜氣有沒有改掉 我們不能再跟以前那個細論 以前像我師父初學 我們那時候初學喔 不懂要斷三獨五蓋 所以我一面拜佛 一面拿練 手上拿練珠 一面都伏式亂想 什麼叫伏式亂想 因為伏式亂想的 練頭的總和底就是三獨五蓋的練頭 哪有一個練頭離開三獨五蓋的練頭 那你看我們在初學的時候 二六十中 雖然外表都拿練珠在練佛 但是內心都跟三獨五蓋在打交道 就在打交道 三獨五蓋就是我們的妄念妄想 妄念妄想就等於三獨五蓋的喜氣 都在跟他打交道 這個怎麼叫用功能 不叫用功能 所以要記住喔 不管你程度低程度高 我現在用落諸升文 升文是不是程度低 是啊 然後慢慢越來越高 越來越講中學高中大學 落諸獨覺 落諸菩薩 落諸如來 你看喔 以貪嗔痴要亏合會善 你看我們對於貪嗔痴的 那個轉念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好 不能和不能善喔 所以主委你今天要問你說 人家問你 你現在邪火天經護法 你的三獨幹喜氣改了多少 你有沒有把握說清楚 我們環路的眾生都糊裡糊塗啊 沒有把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那個三獨五幹有沒有改啊 因為都要境界相笨的時候才知道啊 境界沒相笨了 我怎麼知道我的三獨五幹喜氣改了沒有 聽得懂 所以要記住這一計畫喔 你看喔佛陀跟我 不管你是哪一個程度的修行者 你的修行者要進步進步 以三獨五幹你改了沒有來決定 所以揮和揮善 你要記住這一句話喔 所以前面我們再跟大家提示一下 若株生吻 生吻是不是在我們佛門裡面 程度較低的修行者 再來講越來越進步的獨解 若株菩薩 然後若株如來八瓦如來 四個用功修行者的身分不同 但是進步進步 以下面的 以貪稱癡非核非善 以五下分解非核非善 以五善分解非核非善 以五善分解非核非善 所以你第一個你需要觀察 你的貪心稱心有沒有核跟善 因為核一定是早有 善是早午 聽了早午喔 所以很多人說 我問你你學有那麼久 你都沒有貪生吃嗎 什麼都沒有了 當對方講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他的眼神 他有沒有執著 什麼都沒有的那個讚嘆的聲音 如果有還是早有 他還是找貪生吃 因為他藉用人家讚嘆你沒有貪生吃 來使自己起高興的心 你看我多厲害 只有我做到把三毒五蓋拿掉 那你既然人家跟你講說 你把三毒五蓋拿掉 你聽了以後的這個人 你還沾沾自喜 那沾沾自喜是不是裡面還有三毒五蓋 有嘛 一定有三毒五蓋 你看你看連佛朵 所以為什麼叫非核非善 你不能跟三毒五蓋合 你也不能說我已經把三毒五蓋拿掉 善就是拿掉了 三毒五蓋讓你加一筆中到低地 不偏有邊不偏無邊 所以這樣的功課對我們修行來 真的是最難的教育 所以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 佛陀波陀波諾波諾密多的教育 所以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說他業障深重 你講這句話你就輕慢心就出來了 你不能對眾生說你業障怎麼那麼重 你這句話不能講 你一講你的慢心就出來了 聽得懂 因為佛陀已經告訴你 你今天不管你的程度低 程度高 我們同樣的功課都沒有離開三毒蓋 但是你對三毒蓋幹嘛 非核非善 下面的斷煩惱也是一樣 你看 以五順下婚結揮和揮下 好我們來解釋五順 五順就是出國的三結 是不是三個 二國的貪結跟持生結 加起來就是五個 所以我們今天的用功 要想辦法擺平你的那個雜念的習氣 身見結 宜結 戒心其結 貪結 稱結 貪結 稱結 然後這個叫做為什麼叫下 是義界的程度要做的功課 所以叫五下 所以叫以五順下婚結 也就是說你對於我剛才講的 身見結 宜結 戒心其結 貪跟稱這五個 這個是義界修行功課的人要做 但是大家要記住 哪一個功課要先做 我見拿掉先做 所以為什麼身見結要先拿掉 我們再來談那個貪生痴的習氣改掉 我們今天的貪生痴是誰造成的 是我見造成的 身見造成 那你第一關的那個本 那個習氣的那個 那個煩惱的本的身見 一定要先拿掉 我們再來談那個貪結 稱結 再來談義結 戒心其結 你才有辦法 所以你不要小看佛陀 雖然跟我們講這樣 都有他的次第的安排說清楚 只是我們沒有那個經驗的那個人 跟我們提醒 我們都把它讀過去 都拉倒 以為讀過去代表我成就五下分解擺平 結果今天來 全部都被打敗 全部都被打敗 所以呢 以五下分解揮和揮善 記住喔 我們下面講 以五順上分解揮和揮善 五順這個上是指什麼 色界 五色界 下是指義界 義界你要斷五蓋 可是你在色界跟無色界有沒有五蓋 有 但是比較輕微 因為 為什麼叫五上 因為色界的人有禪定的 你今天要有初禪二禪 你一定要把玉界五蓋拿掉 你才有禪定喔 都要記住這個這個教理喔 不是以時間做很久來說 你有初禪二禪喔 絕對不是喔 大家一定要記住 到外面參見不要被蒙住 別人跟你講喔 你做四個小時不動 你餓慘 我知道啦 因為肚子沒有吃東西 所以很餓啊 所以餓慘 聽得懂 你不要被騙 我們佛法的用功 絕對以實際的本質效應的答案為主 不是以外表的外相為主 聽得懂 我們以真實意的本質為主 以五上 五上就是色界無色界 下五下那個下是指義界 那講色界無色界的修金者 還有沒有煩惱 那當然有煩惱 不過他的煩惱不是異界的煩惱 他是色界無色界的煩惱 聽得懂 所以叫做五上分解揮和揮善 聽得懂嗎 好 再來四禁曆四五亮 四五設定揮和揮善 你這些功課都要做 但是所有功課裡面 你都要做到那個和跟善不能直走 所以叫揮和揮善 所以用四禁曆來摘別你揮和揮善 用四五亮來摘別你揮和揮善 用四五設定來摘別你揮和揮善 好 我們回頭過來 我手上拿煉珠 煉拿摩 阿彌陀佛這個聖號 這個聖號來訓練揮和揮善 我可以拜佛 我可以誦經 從拜佛裡面我訓練揮和揮善 我可以誦經 從誦經裡面做到揮和揮善 諸位你們來試試看 看看你拜佛可不可以 用拜佛的這樣的法義法門 來摘別你達到和跟善不直走 就揮和揮善 以此類推都一樣 下面你看 以四念柱乃至八聖道之 都要做到揮和揮善 以苦其滅到聖地揮和揮善 以三解頭美揮和揮善 所以主要記住前面的功課 都是一個技巧技能 我們借用這個技巧技能 來栽培揮和揮善 這個才是重點 大家記住 所以你學習三節照片成功 你不要起傲慢 因為你認為你三節照片學成功 你還有和的執著 那個和的功夫執著 我們才叫做和 但是你還有執著 那不行 你要用三節照片做到揮和揮善 所有的誦經禮佛做一切功課 都要做到揮和揮善 好下面一樣 以靜觀地乃至如來地 揮和揮善 以五眼六神通揮和揮善 以不思波諾密多 乃至波諾波諾密多 揮和揮善 以內空乃至無性自信工 揮和揮善 以真如乃至不思一戒 揮和揮善 所以我們讀到這裡用四針的辟語 小學的課程你要讀 小學課程你要讀 小學課程要讀到揮和揮善 那畢業以後讀中學 中學的課程 也要做到揮和揮善 讀到碩士博士以後 也要在碩士博士裡面 做到揮和揮善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佛法的課程 以真如乃至不思一戒揮和揮善 以吉許地乃至法淫地揮和揮善 以一切土羅尼門三某地門揮和揮善 以如來十利乃至十八和不共法 都要揮和揮善 以三十二大四向八十隨號揮和揮善 以無妄思法橫柱捨信揮和揮善 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揮和揮善 以一流果乃至獨解補底揮和揮善 以一切菩薩摩喉善行揮和揮善 你看連這些高的境界都要訓練揮和揮善 都要 然後以諸佛無上正等補底揮和揮善 以永斷一切煩惱其氣相係揮和揮善 以一切智揮和揮善 以有為戒揮和揮善 以無為戒揮和揮善 所以大家一定要心理準定 你喔 我建議大家在日常生活 你現在用眼睛看電視新聞 你馬上安住揮和揮善 這個揮和揮善怎麼信念呢 就是說我眼睛看電視沒關係 但是我的內心的那個異業意念 安住揮和揮善 就是揮和揮善這個揮就讓你不止走和跟善 你知道我可以眼睛看電視新聞 那個電視報導那個 不管什麼延期的那個電視新聞 其實我都有看到他的延期的變異 但是看到那個延期的變異 我不要再主動起心動內 那個人啊 如果有那個人講話我比較喜歡 那個人起來我就要不喜歡 這個就有執著和跟善 你現在就有信念喔 我可以看 但是我知道他們啊 不管在互相批評 批評我批評 都在講那個批評的延期的事情而已 那你這個修行者看的人啊 不要逗入他們的那個貢業的陷阱 聽得懂嗎 你覺得喔 你要記住喔 這個也是揮和揮善的訓練喔 聽得懂嗎 因為和一定執著嘛 善的我不想看了 可是還是執著啊 聽得懂啊 你還是只有邊無邊啊 但是你我用這樣的喔 建議大家 你看沒關係 但是我 你現在讀大剝露經的行者 你就用當下看的當中來磨練 揮和揮善 這樣懂嗎 好 休息一下 宜溫信 好 請坐 好 我們看呢 我們這個 遍學一品 七十二之二 我們的月數九百七十七月 善獻 比名為聖者 此事比聖法拼那也 是故名啊 聖法拼那也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一般到標準來講 凡聖者被稱為聖的話 最起碼這個修情人 要自我栽培見法的人 才可以叫聖者 就是我們講 禪中講民心見性 或者進途中講一心不亂 你達到一心不亂 你才可以叫聖者 你沒有達到一心不亂 都不能叫聖者 所以聖者呢 拼那也是法的意思 就是你要達到 此事比聖法拼那也 這個聖者的法 事故聖法拼那也 那下面呢 聖者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則何 此一切法呢 無色無見 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所以諸位你們以後看到說 我今天眼鏡看色者 我看到了眼鏡看色者 眼起就好了 你要截觀你的念頭 不要著邊 我們現在喔 要訓練自己盡量截觀自己 不要著有邊無邊 你這個功課如果做得好 就算很好了 其實我們都被我們的 那個妄念的習氣啊 帶著跑 啊為什麼帶著跑 因為我們沒有人 跟我們提倡那個節奏力 像以前我們初學的時候喔 我們遇到的三十四都是 都是數量的禮佛拜佛 然後呢磁座也是多數量 我還沒有遇到有一個善知識 在你的面前跟你講 你以後啊 眼睛看色者耳朵聽色者 當下要有節奏力在 從來沒有遇到有這個善知識講這句話了 都沒有的 都只是說 欸你今天喔 練佛練幾聲啊 座椅練幾聲啊 啊那打坐幾小時 只是問這個而已 聽喔我沒有遇到善法的善知識 善法善知識不會跟你講說你打坐幾小時 你用功啊 佛號練多少聲啊 你那個禪坐幾小時 善法人不會跟你問這個 啊所以你說你要遇到善法的人 哪有可能 都是外反位的老師比較多啦 就關心啊你今天用功幾小時打坐幾小時 送幾步都是這樣問而已 可是我們不是說這樣問是錯 那是這個用功修行的前五年十年 我們可以這樣問 關懷他 因為他還在外反位嘛 啊沒關係 可是我們經過十年你不能 十年過後還在外反位 還在關心你今天用功幾小時打有沒有打坐 你還問這個 你要問什麼 打坐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三獨五蓋的妄念你要問這個 問這個是幹嘛 是品質 請問你拜佛一天拜一千拜 拜的當中有沒有雜念起來 你要問這個品質 而不是在問數量的 聽得懂 要這樣子 啊你誦經可以啊 你在誦經的時候 請問某某的你誦經的時候 你有沒有胡思亂想 還是嘴巴送到心裡都在東南西北 會來會去的 你要關心的是關心這個了 已經不是在關心數量 關心數量是初學者 我們不可否定 前三年五年需要看根基 到了三年五年提升過後以後 我們要尊重的是內涵 什麼內涵 品德教育品性教育 也就是說你在拜佛你的念頭裡面 有沒有討厭一個人或喜歡一個人 或者討厭某一件事情的發生 因為討厭叫做屬於什麼鈣 稱會鈣的範圍 聽得懂 你要問的是這個才對 所以你要記住 用功修行人內行的人 才會問這個 如果不是內行的人 沒有建法務道都在問數量 你今天用功幾小時 擋坐幾小時 然後座椅要持多少遍 你都在問這個而已 聽得懂 這個就表示你這個用功修行者 如果你超過十年 五年 十年以上 你還要問這個 那表示你不盡則退 沒有辦法進步 那就是原地塌步 原地塌步是叫做退步的意思 永遠退步 所以你要摘便宜 所以則何 以一切法 持一切法 無色無見無對 一相所謂無相 所以意思說要達到無相 你必須要先做到無色 比如說我今天 什麼叫無色呢 我今天看到黃色就黃色 在看黃色當中 不能起歡喜或者不歡喜 起歡喜不歡喜 我們都叫做執著 聽得懂 我看到了藍色 紅色 我起高興不高興 我們都叫執著了 希望我們用功的修行者 先看到自己的執著 我們才有機會改 如果我們都看不到自己的執著 我們就一輩子用功修 都是無名兩個字給你 因為你都不知道 結觀自己 搞不清楚結觀自己說 一定早有邊早無邊的喜氣 你都不知道 這是無名的眾生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要執著一筆字是有名的提升 我知道我有缺點 我知道我有U點的執著 這樣子都不好 我慢慢把那個 數量比例時間空間把它縮小範圍 所以說此一切法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 然後所謂無相 這個一切法包括什麼 五印的法 十二路十八界的法 他們都是無色無見無對一相 一相就是清淨平等相 這只有一 這個加起來我們才叫無相 筆諸聖者如實現見 這個叫做聖人 你要達到一個 建法以上的聖人的人 你一定要做到前面所講的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 如實現見 如實現見 善現當之 無色法與無色法非和非善 無色法跟無色法 他不要去執著和跟善 大家以後要常常習慣 我們波羅金講這個非 大部分都是解釋不執著他 不執著和不執著善 大家要記住 假如你們以後看到我們的八部中道 只是我們有時候用不增不減 可是我們賢相大師都分非真非簡 非生非昧 非來非去 那有時候呢 有時候會跟你把非 翻為做不 不增不減 不來不去 其實是非來非去 就是你 這個不啊 不是火定詞的意思 這是不止取他 不止取那個對立的 漂亮不漂亮 不止取好看不好看 不止取長跟短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在雜眼眼間 其實佛陀只教一個功課 教什麼功課 十一行 在雜眼眼間佛陀只教十一行的功課 你把十一行的功課給我做好就可以了 哪十一行 時間三個 若過去 若現在 若未來 你看時間喔 空間 四對 若大若小 若長 若長 若短 若大 若小 若眼 若近 若眉 若醜 這些都不能止走 其實佛陀在阿航法院只教這個功課而已 你如果能夠每天二六十鐘自我截觀 時間三個 過去現在未來你都不要記憶 過去就夠了 未來的時候你也不要記憶 你昨天跟我約會說 起點要到你怎麼沒到 你要記住喔 明天有約你一定要到喔 你不到我會生氣喔 這個是不是只有變 你要讓人家 遇到的你都發生的 那個他有準時不準時 那個遠起你都遇到 你都要 遇到你又幹嘛 準時不高興 不準時不生氣 這個才叫做非和非善 所以這個非就是不執著的意思 不執著那個和的因緣跟善的因緣 不執著來的因緣跟去的因緣 不執著那個真的因緣跟減的因緣 所以這個才叫做波羅波羅蜜多 你們都讀過心經了 最少他有六部 不來不去不增不減不意不意 最少有六個部讓你去截觀 然後意 意是相同 意是不同 你遠起意到相同 不特別高興也不特別生氣 你遠起意到不同 也不特別高興也不特別生氣 就淡淡如如的接受就好了 這個就是做到八部中道 聽得懂 如果做到以後我們才證明你這個修行人 二六十中安住中道第一地 中道第一地的 好所以大家記住 善現當之 無色法與無色法非核非善 你看無色法跟無色法 請問我們還要跟他談那個核跟善嗎 我問你們一下幾例一下 我現在眼前這個法桌 跟你們眼前那個桌子 是不是叫做非核非善的木材 我們同樣的材質的木頭 這個叫做非核非善 聽得懂嗎 好 再來我們以此列推 善現當之 無色法與無色法非核非善 無見法與無見法非核非善 無對法與無對法非核非善 一向法與一向法非核非善 無向法與無向法非核非善 前面為什麼都講 不管講無色法 或者無見法 無對法 一向法 那個就是因緣法 比如說我今天講桌子椅子 桌子椅子兩個是不同的形狀 那個是因緣法 那我對桌子的概念非核非善 對椅子的概念 我也非核非善 這樣聽得懂 以此列推善現 諸菩薩摩弘善 以此如果你做到非核非善 你才標準做到什麼 所以佛陀跟菩薩摩薩講 跟善現講 諸菩薩摩薩於此 無色無見無對一向 無向聖身 波諾波諾密多長陰修學 如果你把這個寫好了 最後是什麼 不起一切法相 要記住 什麼叫取呢 假如你有高興不高興都叫取 你有快樂不快樂就叫取 你有貪意幹不貪意幹都叫取 你要做到不取 一切法相 聽得懂 今天你們坐在下面看我 我就是你們被看的法 聽得懂 那你們看我的時候 不要有莊圓不莊圓的指走 這個叫做非莊圓非不莊圓 我們金剛經有沒有讀過 非莊圓非不莊圓 他就是華爾如士 他只是一個獎金法師的五印而已 十二路十八界而已 請問你們聽課的人沒有五印十二路十八界嗎 有啊一樣有啊 聽得懂啊 所以你要記住 你只看非和非善 非漂亮非不漂亮 他只是華爾如士 因為本來漂亮不漂亮 漂亮就沒有固定的標準 哪有固定的標準 那個漂亮不漂亮 那是執著把它建立起來的 只有被把它建立起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常常提醒自己佛陀最後一句話 邪以不起一切法相 把前面那些啊 到底都弄懂了 就是邪嘛 我邪會了以後 但是我的總結一直要告訴你 不起一切法相 你要起一切法相 你那個慢心無明 最少無明慢多一起來 因為你已經起法相的指走了 耳池祭壽善見白佛遠世尊 諸菩薩摩薩 其不應以一切相乃至四相學 意思是說 你今天要訓練 那個不起一切相 要從哪裡學習 從五印到下面這些都要學 你要 我們大綱都已經告訴你 不要找一切相 可是不找一切相 要從哪裡訓練 從眼睛看色整訓練 從耳朵聽深整訓練 從鼻根繡東西訓練 從蛇根藏東西訓練 你才證明你做到不起一切相 不是籠統說 不起一切相我做到了 可是我們唯細處 你都要關照到 你真的有沒有做到不起一切相的那個能耐 眼睛看色整不起一切相你做到了嗎 都聽深整你真的做到了嗎 聽得懂啊 都要訓練喔 那你看我們下面喔 諸菩薩摩薩 其不應以色相乃至四相學 也就是說你不取一切相 可是要怎麼證明你這個菩薩摩薩做到 你要在五印裡面磨練 所以再說 其不應以就表示說你不能逃避色相乃至四相 這個色受想行事嘛 好 其不應以遠處相乃至異處相 也就是說遠處乃至耳處鼻處乃至異處 你都要接照他 你有沒有 所以我後來重點告訴諸菩薩 二六時鐘一直觀察自己 很濃 是不是很容易執著有相跟無相的 鑿編的執著 你要自己看清楚 假如你都不執著一切法的話 我告訴你 你遇到順境不會特別高興 你遇到人家對你禮貌不禮貌 人家批評你 你也不會生氣 因為你已經被你自己訓練五印皆空的能耐 你的嘴巴也不會講說 那個動作我看得很喜歡 那個動作我看得好討厭 這個話題你都不會講 聽得到 所以我們為什麼跟釋迦牧在一起都沒有話講 因為釋迦牧你從來不只走一切法 你不知道跟他講什麼話 因為我們凡乎一講話一定執著的話 聽得懂嗎 今天看電視新聞那個人很漂亮 那個不漂亮 你看我們凡乎是不是一開口都講對立的話 都在講這些 你沒有第三種話可說 你聽得懂 你看你教你那個家裡的孫子 你要好好聽話喔 你不聽話以後我會如何 你看我們都是講這些 對立的編 你好好聽話是不是對立的編 那就表示反過來 你這個孫子不聽話 不然我爺爺奶奶怎麼還要跟你提醒 你要好好聽話 這個是不是對立編的 那個語言的文字的執著 你都要訓練到這樣子 你都要截觀到這樣子 二編 好下面這些都要磨練喔 其不應於遠處乃之欲處相學 也就是說你要破執著 都要在這個當中裡面學習 你絕對不能逃避 不能逃避 所以你看 你看孫子一面聽課一面喝水 我都不會吃走 我都不會說他不恭敬我 我就法好如釋 因為他果渴一定要喝 聽得懂嗎 因為孫子沒有來 我是把他講都當屁儀而已 你要屁儀不要當真喔 當真又只有編 聽得懂嗎 又只有編了 所以為什麼佛陀佛陀 一般懷惰中很難學習 因為佛陀 就是不管開口閉口都是提醒你 二邊不能給我執著 從二邊不能執著 從哪裡磨練 從五印開始磨練 再來那個十二路十八戒 你看喔 其不應於遠處相乃之欲處相學 也就是說你要訓練 不二相你要從哪裡磨練你哪裡去學 其不應於色處相乃之法處相學 其不應於遠界相乃之欲界相學 其不應於色界相乃之法界相學 其不應於遠視界相乃之欲視界相學 其不應於遠處相乃之欲處相學 其不應於遠處為緣所生諸壽 乃之欲處為緣所生諸壽相學 你看你都要 你今天要看開不看開不是光嘴巴 你要那個言而比舍生意來考驗 才叫做看開看不開 而且要只有你自己覺觀 自己打分數而已 其不應於地界相乃之世界相學 其不應於陰影相乃之真善言相學 其不應於無名相乃之老死相學 其不應於布施波羅密多相乃之波羅波羅密多相學 其不應於內空相乃之無性至心空相學 其不應於真如相乃之不失意界相學 其不應於苦疾滅到聖地相學 也就是說我們用施主力講一個屁 你今天都跟人家開口閉口 師傅 你知道我修得真好 好 你真的喔 那我們就要來考考考考考考 你因為你敢講大話 師傅我已經聽波羅法會 聽了五年十年我已經可以過關了 好 我有一天都故意要跟你誹謗 看你有沒有達到波羅波羅密多 聽得懂 故意整理 故意整理 因為我故意整理是不是叫逆境 那你剛才不是講順利二進不早 那我現在故意來跟你誹謗 故意找人家 我又合同別人來整理 那你看看你會不會著想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 那才叫真正的越過執著想 如果沒有你只嘴巴講而已 聽得懂 嘴巴講不等於你的 你今天讀波羅法會 其不應以真如相 乃至不適應相學 你成功 你不一定做到 其不應以苦疾滅道 聖地相學 其不應以試精力 是無量 是無設定相學 其不應以試念著相 乃至八生道治相學 其不應以八卸脫相 乃至十片處相學 其不應以空無相 無厭解脫門相學 其不應以靜觀地相 乃至如來地相學 其不應以幾許地相 乃至法淫地相學 其不應以一切 陀螺尼門三謀地門相學 其不應以無言六神通相學 其不應以如來實地相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學 其不應...三個字就是反過來 那你一定要給我做這些功課 來證明你有沒有真的做到 那個執著有沒有改善 其不應以三十二大事相 八十隨號學 其不應以無妄思法 橫住捨信相學 其不應以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智學 其不應以一流果相乃至 獨解補體相學 其不應以一切菩薩謀煞行 諸佛無上正等補體相學 其不應以永斷煩惱習際相 然後相敘一切自至相學 其不應以知苦斷極 媚政修道相學 其不應以順利 你看十二陰陰法都要觀察順利 順利相學 其不應以一切聖則聖法相學 其不應以有為戒無為戒相學 所以要證明你今天有沒有把執著看開 你一定要心要打開 然後接受逆境跟順境的考核 才證明你過關沒有過關 你不能光嘴巴講而已 那我們故意要用境界來考考你 看看你真的會不會執著那個高興跟不高興 你生氣跟不生氣 因為如果你懂的話 所以才說 人家給你順境高興 人家給你逆境不高興 剛好借用順境逆境向學 看看你會不會掌握 聽得懂 你如果不會掌握 你就跟我一刀兩斷 馬上一刀逆境考 馬上一刀兩斷 你絕對是走上這一條路 好 世尊 我菩薩摩薩不以如是諸法相學 依應不以諸行相學 你看 因為菩薩摩薩程度是不是很高 那你達到菩薩摩薩既然程度很高 你當然不能再執著一切法相學 說我告訴你我今天是練佛法門后 我把它練到一心不亂 你這句話不能說 因為你是菩薩摩薩 菩薩摩薩還在跟人家閒耀說 我因為練這個佛法所以才得到一心不亂 你應該要告訴你 你用這個佛法發現自己的執著 全部要改掉 所以主委你們如果慢慢進步 原來以前在外環位的時候 一直追一心不亂 現在慢慢了解菩薩摩薩 原來我練這個佛法就看到 我有沒有執著一心或者灰一心 我用這個佛法這個就提升 以前是外環位 所以我練這個佛法證明我要練到一心不亂 這個是指有邊 指親近的有邊 在波羅法問你指著親近有邊 還是不能成等症結 因為你還指著 現在有用這個佛號 不指二邊 你可不可以做到 然後慢慢進步 就用這個佛號不指時間空間 你不要再跟人家講 我告訴你喔 我早上喔 在練這個佛法比較專心 那個晚上練火比較不專心 你看你指著時間空間 聽了 我告訴你喔 我參加佛期的時候 練火比較專利 可是回家以後 練火就沒辦法破空了 這是不是空間的指著 那你有做到無量光嗎 沒有啊 聽得懂對著 你要記住喔 所以我們用這個佛號 就可以來證明你的那個 那個指有指無嚴重不嚴重 你有沒有找邊 一樣的 所以你還告訴我喔 法師我告訴你一件祕密 我今天練火喔 才知道練火讓我一心不亂 請問講這句話有沒有找有邊 我練佛號讓我一心不亂 那我反問他 那你不練火的時候就沒有一心不亂了 那就表示你的佛號沒有相續啊 二六十鐘啊 聽得懂啊 因為你墮入了有邊 說我練佛的時候才叫練佛嘴巴 不練佛的時候我叫做不練佛 請問你有沒有找有無二邊 有啊 可是我們現在要告訴你呢 你要提升 我練這個佛號讓我不找時間空間 如果能夠做到我就不找有無二邊 你可不可以做到 當然你如果沒有聽經法義的通常 這些修行人不可能做到 包括出家人也是一樣 絕對都找有邊 在練這個佛號 聽得懂啊 都找有邊 你要記住喔 假如你這個修行人當下安住 我對於時間跟空間的緣起發生 我不再只有邊無邊 一有一無 回有回無 請問你這個修行人是不是做到無量光 無量壽 是 為什麼叫做無量兩個字 離世紀的人才有資格叫無量兩個字 你還有世紀紀的執著 你哪有可以叫做那個無量 你就是有量啊 聽得懂 所以你才會跟我講 我一天練佛 我一天拜佛 拜一千拜 我今天練佛練五萬生 請問你跟我講這一句話 是不是叫有量 就是有量啊 有量的執著還在啊 我說 我問他 我說你的功夫很好 有練的時候沒有煩惱 不練的時候煩惱很 一大堆是不是 他說是啊 我再訪問你第二個階段 請問你練我的時候真的都沒煩惱嗎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煩惱 你看 就逗路斷見 搞不清楚 聽得懂搞不清楚 所以當你找邊 我告訴你 你練佛不練佛 你都一定找邊 因為你的根本的架構 就是找有邊 已經很鞏固 放不開嘛 世尊 若菩薩摩薩 不予如是諸法相學 以因不予諸行相學 所以你不要誤會這一段 叫做墮路斷見空見 意思說佛陀是告訴善現 這些菩薩摩薩的等級啊 各位你要看看前面的字眼 若菩薩摩薩 也就是菩薩摩薩的等級 應該要做到 不予如是諸法相學 聽得懂嗎 不能說我在佛堂做功課 我才叫做做功課 那不行的 菩薩摩薩是不能這樣 你如果凡乎可以這樣解釋 聽得懂 凡乎的外凡位是 我在佛堂用功才叫做修行人 離開佛堂用功不叫修行人 這是凡乎的答案 可是菩薩摩薩不能這樣的答案 菩薩如果還有這樣的答案 他著惡邊 那怎麼可以叫菩薩摩薩 所以菩薩摩薩不予如是諸法相學 依因你看喔 下面又講 依因不予諸法相學 你看世尊 若菩薩摩薩以諸法相及諸形象 那法相跟形象喔 既不能寫 因何抄一切身文獨解地呢 若不能抄一切身文 及獨解地 因何能怒菩薩振興離身呢 若不能怒菩薩振興離身 因何能得一切自治呢 不能得一切自治 因何能轉妙法輪呢 若不能轉妙法輪 因何能以三世政法案例有行 令出那個無邊生死苦海呢 你看喔 其實善現早就知道答案 但是為了我們這未來眾生 那個挑三挑四的那個習氣的毛病 他替我們問 那你看下面佛頭怎麼回答 意思是說 因為善現的這個問法就是說 我用世俗地 你看我們每天唸佛 那我們會不會執著念佛 會 我們沒有辦法用練佛 讓我們訓練對這個佛號不執著 我們做不到 你要記住喔 我們幾乎啊 包括師父以前在外環會的時候 我練佛喔 就說我一定會執有 最少我會只有那個數字 我才來說我今天進步去 用功不用功 我們會執著這個 可是你慢慢進步以後 練這個佛號不是讓你執著 你用功不用功 你今天數量或者非數量不是 我要用這個佛號 練的當下 馬上看到我會不會執著不執著 這個你就進步了 你要懂喔 你看下面佛告善現 他怎麼回答 佛告善現 若一切法有實相者 諸菩薩摩薩應以中學 以一切法非有實相 這個畫起來 假如你講菩薩有學 那一定是著有邊 我才說這個菩薩很認真用功 所以你看喔 若一切法有實相者 諸菩薩摩薩應以中學 因為你著有嘛 我猜著 下面呢 以一切法非有實相 師故菩薩摩薩眾 不以相學 如果我不找無邊 我找無邊 然後呢 我在這個無邊 不找的話 那就不以相學 以後不以無相學 所以則何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界常住 法界一相 所以諸位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現在學五運 五運裡面安住無相 我現在拜佛 我在拜佛裡面安住無相 我今天手上拿煉珠煉佛 我煉佛安住無相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血 聽得懂嗎 才叫真正的血 所以所謂無相 如是無相 你知道 這個畫起來 如是無相 叫做什麼 既非有相 亦非無相 故不可學 你看 你看我們學波羅波羅蜜多 那個微細處的那個 直有邊直五邊 都要讓你化解掉 都要讓你進步 所以才會跟你講說 什麼叫無相 如是無相 既非有相 既非無相 故不可學 所以叫無相 你看 你看佛陀跟善現的那個 對打當中 都講來講去 都希望你不要著邊 不要著有邊 不要著無邊 那我們念佛號的時候 也來訓練 在念佛號的時候 不要著有邊 不要著無邊 可是我們還可以繼續念佛 來成等正結 聽得懂嗎 這個時候你 你如果沒有天經物法 你哪有辦法 把這個佛號的那個觀念 你依這個佛號的念頌 把它提升你的觀念 你要懂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 下面要跟你們講一個 無量壽經所說的 以前我讀到 無量壽經 因為它有上見跟下見 在下見的時候 有一段問法 因為在下見在彌勒菩薩 在問釋迦牟之前 佛陀跟我們一切的人講一句話 你要寫五字 這無量壽經講的五字 不可思議字還有什麼字 還有聖意字 你要寫這個 然後下面就是彌勒菩薩 問釋迦牟尼佛 佛陀我問你一下 為什麼極樂世界的旁邊 有那個胎公五百世的人 住在那邊 可是要達到那個五百世 胎公的人 他的條件是什麼 他的條件就是信仰三寶 信仰因果 有戶有母都尊重 了達世間的因果 但是呢 他為什麼會住在太公 因為他不了解前面佛陀講的五種智慧 所以他的果報就待在那個太公五百世以後 再輪回其他的道 只能住五百世而已 太公五百世 所以你要記住這一句話 所以你今天到希望極樂世界 你不要看那個莊嚴境界叫西方極樂世界 你應該問你 你有沒有了達五字再來說 如果照無量壽金的標準 聽得懂 我們現在弘揚禁主大部分 都用那個九瓶往生 那個最低限度的標準 在接引而已 在接引 但是用那個接引 可不可以做到 可不可以做到合理 可以啊 問題 你要看你 你今天到希望極樂世界 你的程度到底是什麼程度 如果你的程度沒有在世間被效益 上秉上身的那種觀念 上秉上身的觀念 是要無所住無所得的人才有上秉上身 我用無所得無所住 我用了解波羅波蘿密度來練這個佛號 你絕對上秉上身 可是你要知道多少 人 練佛的人知道什麼叫做波羅波蘿密度 不知道 所以能夠往生下丙下生 就逃笑了 就脫笑了 聽得懂 而且你到那邊不是成等政節 你要被閉關十二大節 你要被關十二大節在那邊用功 你要懂 下丙縱生六小節 你要被關六小節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到那邊叫成就者 你還沒有成就 因為你在極樂世界的邊地 也就是說那個彌勒菩薩問佛陀 這無量壽經開示的 你沒有辦法進入極樂世界的內微 你只有乖乖在之類的外圍裡面的胎宮五百世 如果在那邊沒有遇到善知識提升的話 提升什麼 前面佛陀所講的要了達五字 所以你們回去查一查 無量壽經的下見 你要了達五字 你才有辦法進入極樂世界的內微來的 你要記住 所以我們為什麼很注重發菩提心 因為菩提心 發菩提心就是無惡 菩提心就是波羅波羅蜜多才叫菩提心 沒有菩提心都不可能叫菩提心 你會菩提心就在前面跪著 然後我然後禱告 然後用幾個話講出來 這個叫發菩提心 菩提心是無我無惡之心的人叫菩提內 不是只有喊口號叫菩提內 喊喊口號 所以大家要理解 我師傅跟你們講都引經記點 不是我自己發明的 不然我們拿書本來看 拿書本 那法杖比丘發四八大運以後 他要圓滿四四八大運 他要開始把他的我法二子拿掉 這時候你看無量壽經寫的 當法杖比丘發四八大運過後 要圓滿四八大運的圓滿 因為你開支票 那你要兌現 兌現你先把你的席氣要改掉 這無量壽經都有介紹 都有介紹 開始要努力用功 什麼叫努力用功 把自己的執走給化解掉 那個才叫努力用功 不是外反位每天拜佛送座以幾遍 那個叫努力用功 因為你今天在外反位 你拿煉珠拿鎖珠用功 那個都是十善業道散法的累積 那個還不叫做無漏法 還不叫波羅波羅蜜多法 你要懂喔 我們今天佛法講成就 是要會歸波羅波羅蜜多才可以叫成就 所以你現在在所有的一切的 不管戰傳藍傳參學 那個都不叫波羅波羅蜜多法 那個叫做十善業道法的累積功課而已 聽得懂嗎 那個還是停留在那個階段而已 這你要理解喔 好 現在開始要練喔 世尊 若菩薩摩薩不以如是諸法相學 亦因不以諸行相學是尊 若菩薩摩薩以諸法相及諸行相 既不能學 盈何能超一切身文獨解地呢 若不能超一切身文及獨解地 盈何能入菩薩正性離身呢 你看善線是不是替我們問 世交謀論文問得很詳細 是啊 不能入菩薩正性離身 盈何能得一切自治 若不能得一切自治 盈何能轉妙法輪 若不能轉妙法輪 盈何能以三世正法安利有情令出離生死苦海 因為善線替我們問的 那個有沒有很唯細處的問法 有 你問不到了善線都替我們問好了 佛告善線 若一切法有實相者 諸菩薩摩薩應以諸行 什麼叫做實相 所以記住這兩個字 生老病死是實相者 你要在生老病死歷練 你會不會找有邊找無邊 這個叫做以生老病死中裡面選 聽得懂啊 記住喔 一切法嘛 所以說若一切法有實相者 諸菩薩摩薩應以中學 假如有一個實相 那你這個菩薩要在這個當中 以一切法非有實相 事故菩薩摩薩眾 不隱相學 如果這個法沒有辦法教導你 無自信二邊不找 那建議你不要寫 聽得懂嗎 一富不以無相法學 所以則何 若我出事若不出事 法界常駐諸 諸法於相 所謂無相 如是無相 即非有相 一非無相故不可學 你要知道喔 因為佛陀就怕我們幹嘛 讀了這個佛法以後 就怕你又墮入斷見 找無邊 找斷邊 你看喔 所以他後面 什麼叫無相 所謂無相 無相 無相就是不找任何一切相 但是多尊重一切相的 因緣相的發生 我雖然不找 我雖然不找這個房子 可是房子還在我的面前 被經過半年一年把它 把房子造成功 但是我不找 所以所謂無相 如是無相 要記住喔 既非有相 依非無相 然後呢 故不可學 連這個也都不能 也就是說你有一天達到 那個有相 我不执著 我也做到 無相的不执著 我也做到 但是你連一個起心動念的念頭 都不能起來喔 我今天喔 已經包括 有相 無相 非有相 非無相的不执著 我已經做成功了 如果這個念頭寫 你還是著相 所以告訴你 不可學 你看 你那個唯細處喔 只有話 你還是不能寫 尔實際受善獻白佛元 世尊 若一切法 皆非有相 依非無相 迎合菩薩摩薩 能修波羅波羅密多 反過來前面已經佛陀告訴我們 非有相 非無相 然後 依非無相 這個都不可學的話 那我們如果承等正解 如果學習波羅波羅密多 你看喔 佛陀下面的答案是什麼 波羅波羅密多 就是你剛才問的那個答案 就是叫波羅波密多 你要以這個波羅波密多 去寫 寫什麼 寫不著一切法相 你看喔 要寫喔 這時候我們在波羅法會的程度高了 你要繼續學習 學習什麼 對善持續道品的功課要做 但是不能找 對五印皆公的功課要做 但是不能找 對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的功課要做 但是不能找 聽得懂嗎 好 世尊若一切法皆非有相 依非無相 因何菩薩摩薩能修波羅波羅密多呢 世尊 若菩摩薩不能修波羅波羅密多 因不能超出生文帝及獨解帝 若不能超出生文帝及獨解帝 即因不能怒菩薩正心離身 這一段都是善現問佛陀 若不能怒正心離身 不因 因不能起菩薩無身法忍 若不能起菩薩無身法忍 因不能發菩薩聖廟神通 若不能發菩薩聖廟神通 因不能遠近佛土成熟友情 若不能遠近佛土成熟友情 因不能贈得一切智智 若不能贈得一切智智 因不能轉妙法人 若不能轉妙法人 若能不框仁者 若能不能自殺人 若能相避得一流果 或一來果或不凡果或 歐羅漢果 或獨解噗體 或是乎無上症等噗體 以な不能安利有心令柱 私信服業 或借信服業 或修信服業 當佛仁天 互樂自動 你看我們這些下面的功課 三線替我們問 假如你做不到你以後 雖然你是邪佛 你努力用功 你以後的果報都人天福報而已 你永遠沒有辦法解脫 這要記住喔 人天福報都還在御界喔 不是跑到社界 因為你根本沒有去禪店 所以沒有資格跑到社界 你最多只能過我們前面所講的 喬世嘉的部下 刀立天的部下而已 你只能做到這樣子的 好 你看下面佛頭怎麼回答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如所說 一切法非有相非無相 若菩薩摩薩之一切法 若有相若無相 或同一相所謂無相 修此無相是修波羅波羅蜜陀 建議大家畫起來 你如果我們現在一直告訴你 我用世間白話來舉世 譬如說我喜歡煉佛 可是我用這個佛號 讓我煉到無相 這樣聽得懂 所以我並不是不煉佛喔 我一樣一直煉佛 可是我用這個佛號 幫助我進入無相 我並不是否定誦經喔 拜佛沒有 我從拜佛裡面 拜到無相 我從誦經裡面送到無相 聽得懂這意思啊 什麼叫做無相 不主動主觀觀念起一切相的執著 這個叫做無相的境界 你看如果我們沒有聽聽物啊 反乎的眾生哪有拜佛不著相的 最少每天也著數字啊 聽得懂啊 哪有一個反乎的誦經啊 拜佛不著相的 百分之百都是著相啊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聽聞波羅波羅蜜多的法理教育嘛 所以他怎麼有辦法栽培自己 不可能栽培自己成長啦 所以大家要記住喔 佛陀跟善見的回答喔 如果無相顯同一相 所謂無相 羞恥無相是修波羅波羅蜜多 徹徹底底喔 我插玻璃就插玻璃 我不能說我不插玻璃叫做無相 那是多路斷見 我要在插玻璃當中 不找我插玻璃的辛苦不辛苦 那個才叫做無相 的訓練 聽得我從插玻璃的演技來訓練 我從掃地的演技來訓練 我有到底是找有相還找無編啊 找無相啊 記住善見 戶白佛言啊 迎合菩薩摩薩修此無相 是修波羅波羅蜜多的 你看善見替我們追 那無相為什麼叫修波羅波羅蜜多 佛告善見 佬菩薩摩薩 各位你看喔 這個要畫起來 你要想辦法 除淺一切法的執著 所以我後來瞭解 波羅波羅蜜多的教義是什麼 二六十中自我截觀 執著嚴重不嚴重 不管嚴重不嚴重的執著之道以後 都要除淺掉 這個才叫波羅波羅蜜多 你看喔 所以波羅波羅蜜多 是一直教育你放下執著 放下執著 放下執舞 你有跟有邊無邊的執著 都不能進入波羅波羅蜜多的行列 你要懂喔 好 所以才說 佛告善見 若菩薩摩薩 修除淺一切法 什麼叫除淺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都要修 但是要借用那個法來除淺你的執著 你要 你現在要提升 我拿念書念佛號 可是我拿念書念佛號 我要除淺我的執著 你的目的要這樣子 提升喔 不是為了要一心補亂的 有所得追喔 因為你要 練啊 練書念這個佛號 要得一心補亂 你就找有邊 你哪有辦法做到除淺兩個字 你做不到啊 所以才說 佛告善見 若菩薩摩薩修除淺一切法 是修 波羅波羅蜜多 這個要畫起來 要常常記住 什麼叫波羅波羅蜜多 你看佛頭跟善見回答 要除淺一切法的執著 他叫做修波羅蜜多 所以修波羅蜜多不是公法 一定要記住 那我們要除淺一切法 從哪裡開始做 當然佛頭的回答 又從五印開始除淺執著 所以你要證明你有沒有執著 你可以從禮佛裡面看看 你可以從誦經裡面看看 你可以從裡面看電視新聞看看 所以我看電視新聞 我覺得絕對不會在看的當中 瞬間擠高興 然後我不喜歡看的政治人物 我就很生氣 這個就是只有邊 這個就沒有辦法 可是你要證明你有沒有做到除淺的執著 你還是要看你有沒有被訓練成功 所以建議大家不能天天看 我看一下來看看你有沒有除淺對某一個 有五印的人 你要記住 所有的眾生都有五印 所有五印的發生的引起 你有沒有除淺對他的執著 不管你喜歡的人不喜歡的人 可是喜歡的人請問他有沒有五印 有 你不喜歡的人請問他有沒有五印 有 聽得懂嗎 那你有沒有除淺你對他的執著 如果你能夠做到 不管你喜歡的人或者不喜歡的人 你都除淺他五印裡面的貪意蓋跟稱謂蓋 那你就栽培你用功成就了啦 因為你就是無所得無所住 你就做到了啦 這時候你當下就做到什麼 那個境界叫做波羅波羅蜜多的修行 所以波羅波羅蜜多的修行 沒有數量 沒有功法 沒有法門 你要懂沒有法門 你如果還執著煉火法門 禪宗法門 密宗法門 你這個都遠離波羅波羅蜜多的修行 波羅波羅蜜多絕對不能有這樣的答案 所以說佛告善見 若菩薩摩薩除淺一切法 叫做四修波羅波羅蜜多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那下面記受善下替我們問 我們除淺的那個方法 從哪裡開始除淺直走 就要從五印開始訓練除淺 所以你們以四修地來講 我們建議你們從行住作業當中 訓練除淺直走 從煮飯裡面除淺直走 從當家裡做工作除淺直走 從開車裡面除淺直走 從眼睛看一切的境界來訓練除淺直走 這樣聽得懂嗎 好 我們看下面 既然據受善見替我們問了 說迎合菩薩摩薩修除淺一切法 叫做修波羅蜜多 佛告善見 菩薩摩薩修除淺對五印色受想形式的詞取 所以叫做除淺 受受想形式我們要不要做 要 如果我們不做 我們沒有辦法達到五印皆空 可是我們達到五印皆空的那個境界裡面 我們這個修淺還要除淺對五印的執走 所以叫做除淺受受想形式 是修波羅蜜多 所以你看修波羅蜜多簡單不簡單 很簡單 因為它不是公法 所以絕對很簡單 但是哪裡不簡單 你那個 聽經文法以後 理解力的轉念不簡單 你要在執走不執走裡面兩邊去轉念很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法務會被習氣帶動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賭 已經教育你不要去除淺你 不要去除淺一切法 或者除淺一切法的執走已經教育你 可是境界來還是一樣墮路 墮路那個五印十二路十八界的執走 可是已經教育你 除淺色受想形式 是修波羅蜜多 再來修除淺遠處乃至異處 是修波羅蜜多 所以波羅蜜多在哪裡修行 你有沒有借用一切法來除淺 好我用比較通俗的講法 你喜歡念佛 你應該用這個符號 除淺你的妄念妄想的執走 如果除淺成功 那才叫做你歸依 比南無歐蜜多佛才親近 我用這樣子比較白話來解釋 你這樣懂不懂 因為南無歐蜜多佛本來就是 波羅蜜多的聖號 能夠有聖號的人 怎麼有可能不經過 波羅蜜多的洗滴 不然你哪有什麼聖號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歸依 歸依無量光無量壽 歸依你這個修行人 用這個佛號 自我栽培對時間空間所發生的陰影像不止走 所以才可以叫無量光無量壽的答案 不然不能叫無量光無量壽 所以阿彌陀經不是跟你講嗎 彼佛名號叫什麼 難道比如名號叫劍弘嗎 錯 叫無量光無量壽 叫時間不止走空間不止走的人 如果做到那個人 都可以叫做阿彌陀佛 所以你們如果做到時間空間的 不止走做到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阿彌陀佛 都發霸話三聲 聽得懂這一次嗎 所以大家記住喔 好 修除前遠處乃至益處 你看都要除前 除前兩個字就是一直放下直走放下直走 那後面的這些都叫做陰影像的發生功能作用 所以叫做修除前遠處乃至益處 遠處乃至益處就是陰影像的功能作用 的引起下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好 再來修除前色處乃至法處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因為我們前面的總綱已經講解過了 下面就練過去就知道 那每一個法都要去訓練你有沒有除前成功 不是練一練就拉倒 練一練是要提醒你 修除前遠處乃至益處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修除前色戒乃至法戒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修除前遠世界乃至益世界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修除前遠處乃至益處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修除前遠處為原所生諸受 乃至益處為原所生諸受 是修波羅波羅密度 修除淺地界乃至世界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因言乃至之善言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无名乃至老死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是修除淺不静观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是修除淺世俊律事无量 事无设定 你看我们要借用世俊律事无量 来看回观反照 看你当下的执走严重不严重 你会不会执走禅定 你看我们没有读剝落剝落密多 你看到外面 到国外去修学禅定 回来都是很难除淺 他对禅定的执走 他反而对禅定更执走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剝落剝落密多 听得到 所以照道理你要修禅定来除淺 你对禅定的执走才对 好下面也是一样 修除淺因缘乃至真上缘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无明乃至老死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不静观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世俊律事无量事无设定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佛谁念法谁念生谁念 借谁念舍谁念天谁念急进谁念怒 持怒出喜谁念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也就是说那个除淺就是那个功课要做 但是那个功课做的当下要除淺你的 这个用功修行者用那个功课里面的执走 比如说我要用练佛没错 可是有我用练佛的佛话来除淺我对一切法的执走 有没有做成功 这样听得懂这一次 好 然后呢修除淺佛谁念法谁念生谁念戒谁念 舍谁念天谁念急进谁念 慈怒出喜谁念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修除淺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空想吉想音想生想 言想灵想 敬想妙想理想道想如想形想初想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你看这里的想 哇讲的比那个一切事论还多 还多呢你看 我们一般的一切事论是讲实想而已 可是这里啊从你看啊 从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空想吉想音想 讲那么多想 然后修除淺我想有情想乃至知则想见则想 是修剝落剝落密多 然后所以剝落剝落密多没有什么特例的功法法门 他只是在教你 你要除淺你的执走的某一个方 某一个功课某一个方式某一个观念 听得懂他叫你除淺这个 如果你除淺成功以后啦 百分之百有一天人家来考你 一道逆境顺境你都不会被他所 人家考你的那个静言跟逆言你所影响你不会 就是你绝对会做到 舒风波自我赞叹的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脸 那是除淺八风的执走的人才做得到 才有办法乖乖的坐到紫金脸 莲花上脸 好 再来 修除淺我想有情想乃至知则想见则想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淺常想乐想我想尽想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淺言其想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啊除淺圣地想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淺是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淺三解脱门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淺八解脱乃至十片处 那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你看我们用功的善法都要除淺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我们要不要练佛要 可是用这个佛话来除淺你的一切执走 你就懂得Namo Amitobo的真实法义 听得懂啊 因为你进步了你已经不会再去用这个 Namo Amitobo停留在那个数量 因为你停留在数量你怎么除淺执走 很难你增长执走而已你不可能除淺执走 可是我们要反过啦 用Namo Amitobo 除淺你一切的执走 可是除淺你这些执走如何成功呢 就是你练这个Namo Amitobo 你当下那个结观力 结察力 明明白白的一直存在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这个才叫做你已经用这个佛号除淺一切执走的忘恋忘想 你成功了 那个才叫做真的一心不乱 听得懂啊 不是把那个佛号当作那个苦功的那个苦练法再练一心不乱 使用这个佛号除淺你一切的执走的忘恋忘想 你如果成功了 那你才叫做Namo Amitobo的信徒 不然你都不是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读大波罗 我们几乎很难 不理解十方诸佛讲经说法的用意 我们他几乎都着边啦 几乎把边 所以为什么越修的修行人 世众弟子越修越苦恼 因为都着边啊 这着边啊 都有为的功法来认识Namo Amitobo这个圣号啊 因为Namo Amitobo这个圣号就是 Namo Boro Boro Mito圣号呢 听得懂 不然他怎么可以成佛 因为前面已经跟我们讲 成等圣节的人都要经过 圣证Boro Boro Mito这一关才有成等圣节 既然成等圣节有名号 那我们当然就把它画等号嘛 因为圣身Boro Boro Mito圣满技术 听得懂啊 那你在练这个的话 就等于在练什么 Namo 圣身Boro Boro Mito 听得懂啊 你就在练Boro Boro Mito的 你看这里 然后呢 修除浅八解脱疾乃至十片处 是修Boro Boro Mito 你看喔 所有的功课要不要做 要做 但是那个功课来除浅你的执着 这叫除浅 不是那个功课不要做喔 那个功课不要做 我们每一个人都入断剑 空剑去了 要做 做那个 要不要练佛 要 用那个佛号来除浅你的执着 要记住这句话 不要再追求那个佛号的一心不乱 可是反而你反过来 你用这个佛号来除浅一切执着如果成功 那个当下就叫做一心不乱的境界 听得懂 不是那个外凡会讲的 有功法的一天练 那个十万生的有功法的一心不乱 那个都不叫一心不乱 听得懂 那种一心不乱会让你得到名利心 因为人家会跟你讲 某某修行好用功 一天练佛练十万生 你看你被人家讲练十万生 你是不是都入名利心 名利心怎么有办法跟圣森波罗 波罗蜜多多法理打成一片 不能啦 没办法打成一片啦 所以才说除浅你要不要做那个功课 要 希望做那个功课来除浅你的执着 所以在说修除浅有寻有事三谋地 无寻为事三谋地 无寻无事三谋地 那我们除浅有寻有事三谋地 有寻有事就是反乎的 修禅定的阶段的能耐而已 然后无寻为事三谋地就是出财 在二财以上 我们才叫做无寻无事三谋地 无事无事三谋地 是修波罗波罗蜜多 修除浅苦及魅道圣地 是修波罗波罗蜜多 修除浅苦至极至魅至道至法至类至 世俗至乃至他心至近至无声至如说至 是修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要记住 我用比较白话 你可不可以拜佛可以 但是借用拜佛 除前在拜佛里面所发生起心动 那个执走 这个时候你拜佛才叫成功 哪有像以前师父不了解佛法 我自己都体验过经验过 一面念佛一面都在想别的事情 都在起妄想 这个怎么叫做恋佛 这个怎么叫做恭敬心拜佛 那不可能啊 因为你在拜佛里面都指计较心 嫉妒心 称慧心 贪心 你都在起这些 这个怎么叫做你真的恭敬心在拜佛 所以我那时候自我开玩笑 开玩笑 我没有在拜佛 我是在拜数字 因为被规定 一天要拜五百拜的数字 所以我在拜数字不是在拜佛的 你要懂吗 所以我就自己发明了 诶 我知道 未来众生有一尊佛 叫做什么佛 数字佛 我们都在拜数字 这数字佛 根本没有清静心 哪有什么清静心 如果没有清静心 我们都不能算说你一拜一拜成功 所以我后来慢慢体验 要拜一拜真的很难 完全拜下去再起来 完全都是了达清楚 不找有编不找无编 你看那个多难 所以你们问我说 法师你一天拜多少拜 我都没有拜过一拜 因为没有一次成功 所以都不能算数 听得懂 我只是在拜数字 哪里有在拜清静佛 你根本都没有 所以诸位你们要了解法义的真实 你才不会傲慢 不然你会供高明 法师你知道我今天我一天拜一千拜 那你一千拜就一千拜的供高 我慢的念头起来 听得懂 你都好 那你不拜你就断见的习气起来 你看 所以你要要告诉你 你拜佛要拜到有编不找无编不找 如果成功了 叫做清静平等结晶 无量受佛 你要记住 不管下年纪把它改为另外组叫清静平等结晶 但是人家已经跟你讲了 前面的金门就是清静平等性结晶 那什么意思 你要做到离世纪 你才有办法达到清静平等 不然你有世纪的执着 怎么叫做清静平等结晶 不行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用这个佛号让你离世纪 你问 你现在问你自己 你一定告诉我做不到 因为一面唸这个佛号 都已经不知道跑到 那种妄念不知道跑到 那个十八 那个八万四千公里以外的妄念 都已经收不回来了 你还说你很专心 你要谦虚一点 很难 因为你不了解佛法 那个通达这个法义的义理 你要除浅你的执着真的很难 你看这里都要除浅 你修那个功课来除浅 修除浅不是波罗密多 乃至波罗波罗密多 这个才叫修波罗波罗密多 再来修除浅内功乃至无性自性功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如果开口闭口 说我把波罗波罗密多修圆满成功 那我们就要问你下面一句 请问你的执着有没有除浅掉 如果没有你怎么有资格 脸皮那么厚 说以为我读大波罗经 等于读就等于修行 不是 听得懂 你读归读 好 再来修除浅真如乃至不识一戒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精光地乃至如乃地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取喜地乃至法乃地 大家要记住这个除浅两个字 不是叫你不要做极洗地 跟法乃地的功课 是借用极洗地乃至法乃地 功课当中 看你的执着还严重不严重 我要借用拜佛来看到 我的起心动念的执着 严重不严重 听得懂这一次啊 是这样子的意思 好 再来 修除浅一戒陀罗尼门三某地门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五眼六神通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如乃十利乃至十八不共法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三十二大事上八十随好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无妄施法横住舍信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大家记住 所有功课都要做 那功课做的当中看到 你有没有除浅你的执着 你要懂喔 修除浅一流果乃至独解菩提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一切菩萨谋煞行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一切智道 是修波罗波罗密多 修除浅 你看喔 永断一切煩惱习系相智 这个才叫做修波罗波罗密多 所以你看你的煩惱习系还那么多 你还开口闭口以为 我读大波罗密多 我读大波罗密就等于我把大波罗密 大波罗密里面课程的波罗密多 修圆满嗎 不是 我们现在在累积善根 听得懂 累积那个佛陀跟善限对打的 那个除浅一切法的执軸 你要读以后才知道我怎么用 所以我现在在累积那个读颂的善根 听得懂 然后以后教化进入什么 观照的善根 观照就要开始做除浅了 好 讲到这里 好 我们总结一下 基瘦善根 互白偶远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另外的初点 在另外一段的问法 我们下一次再说 焉以此功德 焉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大 提醒里面 981页的那个下段 基瘦善根 互白偶远 何等是有 何等是非有 你们回家复习看看 有没有 那个981页 你们自己多诗维修看看 看他们诗读之间怎么回答 里面 诗论 有没有 这种诗诗 诗诗 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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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